徒手将石墨捏成钻石 这世上居然真的有人做到 眼前这块拳头大小的超级钻石 就是相扑之神野剑素尼的最新节奏 任牙文言也是被吓了一跳 就算没参加过相扑比赛 他也听说过野剑素尼的鼎鼎大 那位传说中的相扑石子 可是力量强大到能粉碎山岳的超级强者 但你跟我提他做什么呢 我们才刚刚送走的功本武藏 你不会又克隆个野剑素尼出来吧 德川老头连连摇头 其实素尼的力量也没有那么夸张 当年他把拳头大小的石墨放在手中 千军握力之下 石墨的纯度被瞬间压缩 在表面形成了璀璨的宝石结晶 这已经可以称得上是神之奇迹 自初代素尼去世到现在的2000年内 素尼家族总共有272代后人 素尼家族的每个子孙 都会效仿先祖握紧石墨 可不管他们如何努力 这块石墨都没有丝毫变 毕竟这样的奇迹出现一次就够了 怎能祈祷上天再次垂领 可2000年后的今天 却有一个年轻人向这块石墨发起挑战 他在家族祭祀的当天 把手伸向了至于神坛之上的凡家圣物 将这块石墨捏在手中反复挤压 一点点的攥紧拳头 当他摊开手掌的那一刻 石墨居然变成了一颗完整的钻石晶体 那个年轻人创造了奇迹 他就是日本最新的相扑之神 二代野剑素尼 或许只有范马勇次郎那个强大的怪 才具备挑战他的资格吧 从古至今 所有擅长相扑的高手都被称为历史 他们表面看肥胖臃肿 似乎并不擅长战斗 可当你和一个相扑历史成为敌人 那么无论你是手无腹肌之力的武装 还是成名已久的格斗家 这场战斗的结果都不会有任何选择 因为相扑历史的强大之处 普通人根本就想象不到 普通的国际拳赛通常会有12个回合 每个回合都可以尽情对打三分钟 但相扑历史决定胜负的时间却只有十分 相扑手若想取得比赛胜利 这场战斗的结果就已经没有悬念 无论你脚踢也好 还是出拳也罢 都不可能对相扑历史造成实质伤害 拳击手引以为豪的力量优势 更会在强大的相扑手面前荡然无所 毕竟这世上没有人能够推动山越 就算地表最强的范马星人 也未必能在他手底下坚持失误 第二代相扑之神也见复迷已经诞生 范马任言 你准备好接受挑战了吧 脚踢功本武藏 下尿米国总统 无论从肉体到精神 范马永次郎都是当之无愧的地表最强生物 可如果穿越回两千年前的元武时代 这个叫当马的男人 才是那个时代的地表最强 那么他的力量究竟有多强了 他曾经与风牛角力 居然将风牛头上的牛角连根拔出 就算知名铁匠打造的高密度金属 他也能毫不费力地轻松掰弯 而且除了超越常人的力量之外 他还有一样珍藏多年的必杀戟 那就是马老师的闪电五点边 在敌人眨眼的瞬间连串五角 仅用踢腿时掠过的风压 就能将数米开外的蜡烛轻松吹灭 正面相撞开卑劣时更是不在话下 在那个时代 社会我当哥就是当之无愧的天下敌 又或许是无敌太久 当马也觉得有些无聊 居然主动开口 希望主公能刺开一半 他希望能品尝失败的自路 遇到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 然后再酣畅淋漓地打上一场 如果有人能满足以上条件 甚至将他成功击杀 那么对方将获得当马的全部遗产 主公网罗天下明示四处寻找 终于寻到了一个够资格 与当马战斗的强者 那个男人名叫野剑宿尼 是个力大无穷的相扑高手 从出生到现在还未尝一百 为迎合两位强者的战斗夙愿 这场比赛并没有任何规定 对战的双方可以用拳 可以用紧 可以攻击双眼 可以击打要害 除非对方主动认输破死亡 否则战斗就不会结束 在裁判宣布战斗开始 瞬间 场中两人突然同时攻击 大脚猛攻踹向对方的身体 紧接着又互换一拳 宿尼和当马旗鼓相当 谁都没有占到平 可就在当马想拉开距离调整架势时 宿尼突然一个头锤撞了过来 直接把当马的面门都砸得凹陷下去 战斗双方交手不过十秒 当马就已经身受重伤 他自以为天下无敌的闪电武为变 也被宿尼轻松化解 连肋骨都被踹断了好几个 但宿尼并不会给当马调整机构 他的攻击人未结束 一记手刀凌空砸下 直接将眼前的当马批翻在地 两人熟强熟弱自不必说 被称为地表最强的历史当马 在宿尼面前就像玩具一般被轻松蹂躏 战场中心的宿尼突然攻身发力 强大的气势透铁得出 下一秒他竟抬起左腿 和地面垂直拉出个90度直角 还不等众人反应过来 这立冠千军的一角就已经狠狠砸下 当马战死宿尼胜服 地表最强的称号从此就被搬到了宿尼家族 也就从那天起 宿尼成为了小日子的相夫之神 可两千年后的今天 却有一个年轻人超越了他 这个年轻人只是握着石墨钻紧双拳 就在众人的见证下 将石墨捏成了晶莹剔透的钻石晶体 他就是二代野剑宿尼 战斗力堪比范马星人的超级高手 当范马任牙与这位传说中的相夫历史正面相遇 究竟谁会更胜一筹吗 范马任牙挑战世界攀岩冠军 虽然他一身功夫难寻敌手 但鄙视攀岩还真是人生头一子 世界冠军也对任牙的实力比较少万一 虽然你看起来素质不错 但攀岩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上 世界冠军话未说完 任牙就已经一个纵身跳出三丈 扣住岩壁迅速攀爬 世界冠军这才意识到眼前的少年实力精力 芒根在身后奋起去追 但任牙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双手在岩壁上轮番发力 仅用十秒不到就已经成功蹬顶 这可真是太近人了 任牙不但轻松获胜赢下冠军 还刷新了攀岩领域的世界纪录 可就在世界冠军低头认输 并跟任牙卑微请求在彼此的时候 一个数百斤的胖小伙突然跨出人群 向范马任牙创造的世界纪录发起挺战 看他这一身剑组 体重少说也超过400斤了吧 这重量连跑步都够强 攀岩简直是痴人说梦 记者忍不住举着话筒上前财富 他很好奇这个身高超过两米的胖小伙 体重究竟是多少 素敏老实地回答自己并不知道 因为他从没有具体测量过 记者举着话筒还想跟素敏多聊两句 但素敏已经没有耐心和他废话了 只见素敏跨越人群走向岩碧 在不佩戴任何布局的情况下 不逼身体 还不等众人反应过来 素敏就已经攀住岩碧猛的发力 直接把自己像导弹一样扔飞出去 这是何等惊人的可怕秘密 在场所有人包括任牙袋在内 都被素敏这一手骚操作惊地愣在当场 连德川老头这个外行人都能看住 素敏根本就没接受过任何攀岩训练 完全是凭借双手的力量在向上攀爬 时间紧过片刻不到 素敏就已经爬上岩碧 直接冲出终点线 撞上了天花板 判断失误 这岩碧比我预想中还矮一点 话说撞坏天花板不用我贴钱吧 素敏从数十米的高空迅速落下 如一颗人肉炮弹砸向地面 巨大的尽力甚至让地面微微颤抖 而他本人却毫发无伤 请问各位 我刚才有没有刷新记录吗 素敏这谦逊的问话 整个现场一片压去无声 尽管素敏并没有报上名号 但任牙已经猜出了对方的身子 那个能把石墨捏成钻石 据说超越先祖的二代素敏 应该就是你吧 任牙虽然不是专业的相扑高手 但也能看透素敏的发力动作 先把左手挂上岩碧 然后用蛮力把自己的身体扔向大空 这可真是神乎奇迹 但如果你只有这点本事 那就还配不上相扑之神这个称号 也见素敏让我看一看你的真本事吧 素敏闻眼也不生气 直接双手和石拉开架时 只要有强者向他发起挑战 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欣然接受 只见素敏紧握双拳扶低身体 摆出了相扑手的专业动物 还不等众人反应过来 他就像炮弹一样冲了水 巨大的撞击声瞬间爆发 甚至连空气都发出了阵阵音爆 可现场观众却是一脸懵逼 他们虽然听到了声音 却不知刚才发生了什么 所谓的相扑高手 难道就是在对着空气发力吗 其他人纯度不够 当然看不清楚 但任牙可是看得明明白白 和素敏对战的可不是什么空气 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相扑历史 和空气对练 这不是我范马家族的神迹鬼脑 为什么也见素敏也会这一招 这可真是太惊人了 这个世上只有范马新人才可以开鬼脑 也见素敏用实际行动将任牙狠狠打脸 在素敏摆出相扑架时的那一刻 任牙清楚地看见了一道近乎透明的可怕身影 和空气对练 这不是范马家族的最强绝招吗 为什么会被素敏熟练掌握 还不等任牙从震惊中反应过来 远处的素敏就已经攻身发力 直接将那无形的敌人扔飞出去 虽然素敏的对手没有尸体 但这摔机迸发的疯压 却将围观人群压倒一片 素敏毫不避讳地展现实力 又把目光投向了身后的范马任牙 他已经厌倦了和空气战斗 假想的敌人就算实力在强 招式间也总差了那么点意思 在任牙和素敏见面的同时 神星会管的空手到场内 五神鱼帝独步正在和大弟子 加藤切磋招式 在裁判宣布比武开始的瞬间 加藤立刻一个闪身瞬间贴脸 单手一指戳向独步左眼 独步见状也不躲闪 脑袋一滴避开攻击 反把加藤的手指给处断了 加藤立刻调整架势 身形旋转一记中脚猛轰独步面门 可就在攻击落下的前一秒 独步的身影却诡异地凭空消失 还不等加藤反应过来 一只大手就已经从身后拽住衣领 猛的发力将加藤掀翻在地 而独步则趁此机会抬起左脚 对着加藤的大脸就是一通猛踹 幸亏两人只是师徒间的切磋较量 不然这几脚踹在脸上 加藤怕是得当场破晓 切磋结束后不久 神星会管就又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正是被称为地表最强高中生的犯马任牙 在见过宿迷之后 任牙对相扑这门技术非常好奇 所以特地前来拜访于帝独步 希望听听他对于相扑的看法 虽然独步的专业是空手的 但被称为武神的他 对世界上的各类武术都有设立 相扑当然也不在话下 在专业的格斗家眼里 无论空手道 流道 泰拳还是中国拳法 彼此之间并没有本质区 都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格斗技巧 无论正式比赛还是街头巷战 都可以通过这些技巧 爆发出超越常人的强大战略 甚至可以说 街头巷战的短兵相接 才是验证武术的最佳场地 可相扑却完全相反 这种技巧只会在比赛中出现 从出生到现在 独步还从未见过有人用相扑打架 难道是因为相扑杀伤力很弱吗 其实恰恰相反 当现实中的某人 对你使用相扑技巧时 你一定要千万小心 相扑手在攻击瞬间释放的爆发力 可比一辆满载的卡车还要狗 你俩如果不相信我的说法 那就让我们实战演练一下吧 相扑手在战斗时不会使用拳头 也不会踢腿通击 更不会使用手指插眼之类的小工作 堂堂正正正面硬钢 就是相扑手的战斗方式 但这是不是说明相扑就没有杀伤力 加藤 你现在就攻击我试试看吧 你用什么招式都可以 而我只用相扑 只要打赢我 你就出师了 在独步话音落下的瞬间 加藤就已经闪电近身 一记撩阴腿直轰要害 可对面的独步也早有防备 在互助要害挡下攻击的同时 双手平推正面猛风 竟是直接将加藤撞出十米开外 两人只交手一个回合 加藤就被一击放弯 彻底失去战斗能力 观战的韧牙也被吓了一体 相扑高手的攻击确实可怕 若患他被这一击正面命中 只怕也不会比加藤好到你去 独步一击得手 又向面前的韧牙发起挑战 相扑的威力究竟如何 只用眼睛是看不出来 你现在就来亲身体验一番吧 相扑是什么 很能打吗 两个几百斤的胖子在擂台上互相推刷 这种技术真的具有杀伤力吗 韧牙对此身表怀疑 而打消怀疑的唯一方法 就是找个相扑高手 堂堂正正地打上一场 余地独步伏低身体 直接摆出了相扑架势 这场战斗他只用相扑技巧 绝不用其他的格斗手段 而韧牙在战斗开始之前 就已经把身体像流水一样溶解渗透 在加藤宣布比武开始的瞬间 他突然如炮弹般弹射而出 以一个惊人的速度撞向余地独步 这就是韧牙和公本武脏比武后领悟的新技巧 超级脱力 就算有武神之称的余地独步 也被韧牙这一击状的连连后腿 真不愧是犯马韧牙 这一招可真够强了 可在专业相扑手言 却连开胃菜都算不上 话音落下的同时 独步突然双手发力形成脚锁 将面前的韧牙牢牢束 这一招能叫栓 是相扑比赛中一种常见的关节剂 可如果你想发动进攻 对面前的敌人造成伤害 最好用的却是另一招 话音未落 独步突然毫无征兆的一招通出 认牙还没看清发生了什么 就已经被这一招封离地面 整个人倒飞出十多米远 狠狠撞在了身后的木板墙上 这一招叫掌底突击 也是相扑中的常见招式 独步虽不是专业的相扑高手 但他这一掌的威力就已经如此强大 如果把对手换成野剑肃尼龙 认牙还不得被拍到墙凤里 在认牙和独步相互切磋的时候 德川老头的宅子里也发生了一件大事 他的家里居然地震了 这地震就像长了眼睛一样 哪里都不去 专震他老宅这一米三分 德川忍不住推开房门查探请 可只看了一眼 他就被眼前的场面惊丹了 一只大脚高高举起 也见素弥单脚撑地拉开架势 这一招正是相扑中的四骨 难道素弥是把他的老宅当成训练场吗 下一门 高举的右脚本很凿下 煞时间空气爆响地面攻击 德川的老宅再一次剧烈颤脱 谁能想到造成地震的最破坏 居然是眼前这个看似无害的小胖子 与此同时 院中的素弥已经训练完毕 他踩踏过的地面也冒出阵阵青烟 素弥告诉德川老头 他刚才使用的并非四骨 而是自己开发的最新招式 如果非要取个名字的话 我就把他称为丑剧 我通过踩他大地 将自身的力量灌入土壤深处 驱除邪气带来好运 德川大人 刚才这几脚 就全当是你这些天照顾我的感谢废 可话说回来 您到底给我安排了什么样的对手了 您口中那个可以和地表最强称兄道理 甚至在力量上与我抗衡的超级高手 究竟何时才能登场呢 大漂亮国亚利桑那州的超级监狱 关押着这个世界上最自由的男人 表面看虽是囚犯 但他享受的待遇可比美国总统还要好 就在刚刚 奥利巴已经收到了德川发来的电子引荐 说有一位超级高手就在东京 今后他前来挑战 德川这个小老头真是越来越没数 随便找个什么人都想跟我较量一番 像不高手又如何 也见肃弥又如何 单论力量强度的方 还有谁配成为我的对手 话音落下的同时 奥利巴已经伸展手臂 在他双手落下全身发力的瞬间 身上的衣服就已经被彻底封锁 这世上没有人能和我比拼力了 如果有的话 他的下场也一定会像这件过衣服 被我一个发力瞬间秒杀 德川老头家里最近又发生了一件怪事 时间只过了一个晚上 池塘里的鱼就长大了好几绝 这可真是太诡异了 或许这就是被肃弥进化后的作用了 素敏用千军之力践踏大地 将土壤中的邪气尽数驱逐 池塘里的鲤鱼当然可以安心生长 一夜长大也就不足为奇了 可话说回来 长时间保持那种姿势固定不断 难道他就真的不会累吗 就在这时 一只蝴蝶突然轻飘飘地落上脚面 而素敏也在触碰蝴蝶的瞬间单角落地 巨大的力量贯穿地面 整个老宅都因这一击开始微微颤抖 邪气净化 恶灵退散 素敏又一次展示了什么叫做奇迹 德川老头把素敏带进屋里 指着一根杠铃让他是视身手 世界的举重记录是263公斤 杠铃的重量比这只多不少 你要不要试试看 素敏文言也是满脸不信 263公斤骂 这个重量未免也有些太轻松了 话音未落 素敏就已经捏着杠铃单手发力 直接把超过200公斤的杠铃抱在怀里 很抱歉 举重并不是历史擅长的领域 所以我想试试另一种方法 话音落下的同时 素敏就已经双手发力抡起杠铃 他虽然不会举重 但把这200公斤的杠铃摔飞出去 却是像吹羽毛般轻而易举 刚才这一招 是我自创的掐拨拧摔 是绝对不能对人类使用的禁忌招式 听素敏这样说 加纳秀忍不住开口询问 既然不能对人类使用 你为什么要开发这种技能 素敏文言也是很认真的思考片刻 因为从开发技能到现在 他还从未在实战中使用过这一招 如果非要设定个使用场景的话 那大概就是我受到生命威胁的事 在素敏结束热身训练后 德川又指着一个沙袋 让素敏试试生成 这个沙袋的重量超过4感公斤 远超人类举重的世界纪录 面对这样强壮的敌人 你又会如何进攻呢 素敏缓步来到沙袋起 上上下下打量一番 巨大的沙袋表面光滑鱼品 根本就没有可以下手 下一秒 素敏突然摊开双臂 将巨大沙袋死死的抱在怀中 就算面对不穿都当部的敌人 我也是可以相扑的 接下来就让你们大开眼界吧 说话间 素敏双手突然猛发力 五根手指如钢钩一般嵌入沙袋 随着双臂的突然发力 巨大沙袋都被素敏铭成两截 连坚固的铁锁都被瞬间扯断 而那超过400公斤的巨大沙袋 则直接在素敏手里抱成了一堆粉末 这是何等惊人的可怕力量 素敏见状也有些不好意思 德川老头 我一不小心把你的沙袋弄坏了 你不会找我陪吧 素敏话音刚落 奥利巴的身影就从门口走进去 素敏小弟 破坏他人财物可是重罪 现在就让我来逮捕你吧 地表最自由的男人奥利巴终于登场 为了和素敏一较高下 他还特意穿了相扑手专用的兜当 奥利巴的突然出现 也把德川老头吓了一跳 只是短短半月未解 奥利巴的身体似乎变得更强壮 人类的身体居然能强壮到这种程度 仿若铜墙铁币般不可摧毁 连身后的背部肌肉 第一高手 和相扑之神也见素敏正面对壮士 究竟谁会更胜一筹呢 这场战斗既不需要现场裁判 也不需要德川老头相互介绍 因为素敏在看到奥利巴的那一刻 就已经伏低身体 摆出了相扑架势 奥利巴也对素敏的表现非常难 不说废话直接开战 你的风格我很醒 话音刚落 奥利巴就双脚发力 如炮弹般朝着素敏飞不出去 下一名 两只肌肉怪兽在道场中心正面相撞 可奥利巴却惊讶地发现 就算自己拼尽全力 面前的素敏依然如落地生根单纹丝不动 奥利巴立即改变策略 双手发力扯住素敏腰间的多当部 想用蛮力将素敏摔飞出去 奥利巴先生 如果你想摔倒我的话 使用蛮力是不行的 不如就让我来教教你吧 话音刚落 也见素敏就躬身发力 一只手按住后继 竟然直接把奥利巴巨大的身体当场先犯 但素敏并没有趁此机会痛下杀手 而是像抱孩子一样把奥利巴抱走 奥利巴先生 凭你这一身瘦弱的倒三角肌肉 是绝不可能打赢我 历史的世界 以正三角为尊 你的倒三角只是须有其表的发平霸 素敏这番话一针见血 把奥利巴气得轻轻爆跳 可一旁观战的德川老头却醒悟过 从这两人见面的那一刻 他心中就生出了一种强烈的围和感 奥利巴之所以被称为肌肉怪兽 就是因为他一身健瘦的肌肉 会给人一种泰山压顶般的压迫 但当他和素敏站在一起时 却无端让人生出一种瘦弱甘饼的问题 正如素敏所说的那样 奥利巴的肌肉是标准的到三角形 双臂孔无有力 但下盘根基不稳 而素敏则刚好相反 他的正三角体型极其牢固 身体的重心全部在下方集中 也正因如此 素敏才能正面应接奥利巴的死亡冲锋 就算奥利巴能凭借蛮力 举起半吨重的铁质杠骨 也无法靠力量压制金空相扑技术的引进素敏 虽然现在谈论结果还研制不准 但在两人正面相遇的那刻 德川就预感到奥利巴决无获胜可 通过刚才的交手 奥利巴也终于见识到素敏的强大 他承认素敏确实有些本事 如果单用相扑技术 到三角肌肉确实打不过正三角力士 可如果是无规则格斗散 强弱之势就会瞬间逆准 正三角体型只有挨打了分 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说法 不妨就仔细想一想 在蛮荒的自然界中 总是腰部纤细的猛兽 去捕杀腰部粗壮的食草动物 真正的捕食者 绝不会用臃肿的正三角体型扭压裂 只有到三角才是强者的象征 素敏听到这话也不恼 反而好脾气地表示 如果奥利巴愿意偶尔 使用格斗技巧也无所谓 不过我擅长的就只有相扶 如果您不觉得我太过失礼 就请毫不客气地封过来吧 也见素敏话未说完 奥利巴的重拳就已经砸上面了 巨大的劲力贯穿如品 素敏肉呼呼的大脸 都在这一刻彻底变起 小胖子 无规则格斗赛 可是不会有裁判 还是感觉如何 你现在要不要先去医院养养伤呢 肌肉怪兽奥利巴 对战相扑之神也见素敏 一场旷式大战终于拉开絮名 如果两人都穿着 都当不比评相扑技巧 那当然是也见素敏技高一筹 可奥利巴却不肯轻易认出 他认为素敏的正三条体型 只适合相扑决力 如果两人放开手脚 打一场无规则格斗赛 那么素敏绝对必败无疑 面对奥利巴的狂妄挑衅 素敏好脾气的赵丹全收 他今天一定要让这只肌肉怪兽 心服口服 可让素敏没想到的是 他话未说完 奥利巴就突然出手偷袭 这一拳力灌入 将素敏整张脸都打得扭曲变形 这可真是太不讲武了 小胖子 我刚才忘了告诉你 无规则格斗赛 可是不会有裁判喊开始 也见素敏被奥利巴一拳命中 顿时鼻血狂喷无比狂费 他虽然面色平静如长 但心里却已经动了争 天奥利巴还在不知死活地继续停 我刚才那一拳打得有点突然 是不是应该等你准备好再动手呢 很抱歉 奥利巴先生 不怪你出手偷袭 只能说是我反应太差没能及时配 难道您认为 我应该现在就跪地求饶 痛哭流涕请求您放过我吗 素敏这番阴阳怪气 也让奥利巴非常不识 真男人绝不会在战斗时跪地求饶 也希望你待会不要让我失望 因为就算你开口求饶 我也不会轻易放过 奥利巴话音刚落 对面的素敏就已经摆出了相扑架时 奥利巴先生 我答应你绝不求饶 所以请务必发挥权力 让我品尝败北 自问奥利巴也不再废话 直接全身发力举起拳头 此时的他全身肌肉球挤 犹如一尊镇守山门的怒目金刚 就算德川老头这个外行人都能看出 此时的两人已经不再有丝毫保留 下次攻击必分圣子 在两人发动攻击正面对撞的那一刻 刺眼的强光凭空炸裂 巨大的撞击声中 奥利巴的右手居然被素敏一击撞了 还不等奥利巴反过来 素敏就已经攻身发力 伸出双臂扯住了奥利巴的身侧肌肉 这可真是太要命 奥利巴只觉自己全身无力 整个人都被素敏轻飘飘地拎到半空 素敏的手指如钢钩一般贯穿表皮 直接透过后视的肌肉壁 捏住了奥利巴的肋骨 这场战斗胜负一分 不肯认输 他高高举起双臂 摆出了发力的架势 男人可以战败 但绝不认输 小胖子 你跟我比还差得远啊 奥利巴双臂下沉猛的发力 巨大的力量贯穿全身 可就算如此 也见素敏紧握的双手 依旧没有丝毫松醒 伴随着一阵清脆的捕猎声 奥利巴体内的肋骨寸寸崩断 而素敏的攻击也并未结束 既然你不肯认输 那我就让你求人得人 也见素敏双手发力 直接把怀中的奥利巴先飞出去 巨大的力量轰击地面 连坚实的木质地板 都被这一鸡彻底贯穿 从今天起 鸡肉怪兽奥利巴的名号 从地球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 五股肌柳奥利 这可真是太羞耻了 鸡肉怪兽奥利巴 被也见素敏一招放斑 全身肋骨被捏碎 彻底变成了 五股肌柳奥利 不得不说 这可真是太丢脸了 也见素敏击败奥利巴后不久 德川的老宅里 就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此人正是退役横钢金龙山 他对现在的相扑协会非常不服 却一直都在忍气吞声 在听说也见素敏击败奥利巴后 他心中立刻生出了一个大胆想法 如果可以的话 他希望借也见素敏的力量 狠狠敲打一下相扑协会 让那群老家伙见识什么 才是真正的相扑 他要通过实际行动 向世人证明 相扑并不是两个肥瘦的胖子 互相推死 相扑也是竞技格斗 职业相扑手也有的不输 给格斗家的超强战略 也见素敏 你有胆量向整个相扑协会发起挑战吗 不得不说金龙山的激将法非常有用 因为就在当天傍晚 素敏就在闹市街头 拦下了一个段位 仅次于横钢的相扑大 大关本不想引致积极 但素敏却战役拉满不依不饶 眼见周围的围观群众越来越多 要是不和他比一场 自己的老脸往哪搁呀 场中的两人剑拔弩张 围观群众们也开始扇风点舞 让两人不要废话的快动手 平时花几千元才能看到的相扑比赛 居然在闹市街头正面对了 这是何等难得的场 再说世人谁不喜欢白嫖 场中的大关也不废话 直接脱下上衣露出一身剑瘦肌肉 这时人群中又冲出几个警察赶来劝警 这俩人要是真动起手 还不得把地板掀了 可就算警察使出全身力气 素敏也依然站在原地纹丝不动 大关拨开人群 熟练地摆出相扑架势 你们都闪台马 这个愣口小 不是你们能阻拦住的 发音落下的同时 大关就已经毫无征兆地践踏地 整个人如炮弹般弹射而出 和面前的素敏正面相撞 巨大的冲击力贯穿全身 就算也见素敏这种超级高手 也被这一击撞得连连后退 但也只是后退 大关的最强冲锁 并没有给素敏带来任何实质伤害 也见素敏伸出左手一掌拍下 直接透过肌肉壁壁 死死扣在了大关的肩胛骨上 然后全身发了一个拧摔 大关的身体就像破麻袋一样被掀飞出去 落地的姿势大头朝下 这一招正面命中 大关的家人一定能成功吃喜 可让大关意外的是 素敏并没有借此机会通想杀神 而是拖住脑袋 将大关轻飘飘地放回地狱 羞耻 恐惧 愤怒 敬畏 无数种负面情绪在大关心里反复拟压 最终让他彻底丧失理智 居然挥动手臂 狠狠甩了也见素敏一击耳光 这可真是太惊人了 职业相扑手被逼到群途陌路 居然用耳光攻击敌人 这新闻绝对能冲上热搜榜 第一被打耳光的素敏也并未生气 因为从大关出手打脸的那一刻 他就已经失去了战斗资格 职业相扑手不会用耳光攻击 真正的历史也不会被轻易击倒 也见素敏成功装逼 这就要拨开人群转身离开 偏在这时又有一位小姑娘男在面前 早在几天前 他就曾看过素敏攀岩的英姿 今天又看到他当街痛揍相扑大观 这可真是难得的勇士 让他忍不住痴迷沉醉 素敏也不客气 大手自然而然地搂住妹地转身一步 看来今晚必定会是一个快乐的成长之夜 徒手把石墨捏成钻石 二代也见素敏的战斗力啄石惊人 先是把肌肉怪兽奥利巴捏成了五股肌流 然后又在闹市街头挑战相扑大观 只交手一个照面就将其瞬间秒杀 这么可怕的怪物 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 关于这个问题 德川老头最有发言犬 就在不久前 他听说有人徒手将石墨捏成了钻石 立刻赶到深山寺庙一看究竟 也就在那里 德川第一次见到了也见素敏 这个身高超过两米的小胖子 体内蕴含着近乎无限的强大能量 素敏的训练方式也很特别 他单脚站立亏然不动 仅是那股透铁而出的可怕气势 就足以让围观者心胆去寒 下一秒 素敏突然收起左脚狠狠落下 煞世间烟尘四起地面震荡 这一招就是相铺中的四股 通过践踏地面驱逐邪气 也正因素敏家族 在这里年复一年的不断训练 寺庙周围的树木才能达到千年树木 而且对于素敏来说 他并不需要刻意进行任何的肌肉训练 只要保持静止 就能最大限度地锻炼体能 素敏那庞大的身躯 导致他的体重也超长 在他扎下马骨的那一刻 双腿就在承担数百公斤的巨大压力 这种训练手段看似简单 却比现代社会的锻炼方法更加有效 可德川老头却并不能 无论在肌肉锻炼上下多少功夫 不经历战场薄杀也是晚来 相比他刻苦的训练方式 我更想知道 素敏的实战能力究竟如何 僧人告诉德川 从出生到现在 素敏从未与人正面交手 毕竟他那样的体型和力量 你能找出一个与致抗衡的对手 德川老头文言也是一愣 身高超过两米 体重数百公斤 和了他认识的几个超级高手 确实没人够资格与素敏一战 也正因如此 素敏才只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想象力 与自己幻想出来的对手交战 他的敌人身高超过两米 体重超过五百公斤 是可以像他一样徒手捏钻石 超越人类极限的超级高手 也只有这种存在于幻想中的生物 才够资格成为素敏的对手 也见素敏从降生的那一刻起 就注定会站在世界顶点俯瞰众生 甚至可以说他的诞生 就是神对相哭最大的惩罚 小和尚这话越说越夸张 连一向冷静的德川都被他逗笑了 你说素敏是神法吗 这种说法未免也有些太夸张了吧 小和尚文言也不废话 直接带着德川老头来到后山 顺着漫长的阶梯一路攀爬 在数小时的长途跋涉后 德川终于在山顶看到了一座破败的巨大 小和尚告诉德川 这正是相哭之神初代也见素敏的坟墓 相哭作为日本博树 非常受大众欢迎 相哭守的地位水涨船高 相哭协会也建起豪华宫殿 接受世人共讽 可相哭始祖的坟墓却凋零衰败 千百年来无人共讽 这是何等讽刺的场景 也正因如此 上天才会让二代也见素敏诞生于世 他的出现 就是神对相哭借降下的惩罚 当被称为地表最强高中生的泛马任牙 对上相哭之神也见素敏 究竟谁会更胜一筹呢 素敏兴奋地脱下上衣准备开打 他早就想和任牙较量 他是想用接素敏的野蛮冲击吗 这根本不是比武 而是愚蠢的自杀行为 德川老头还没从惊讶中回过神爱 素敏的身体就已经如炮弹般弹射而出 只要被这一招正面命中 就算铁板也会被撞出个坑案 可就在素敏踏入攻击距离的瞬间 任牙突然一个踢腿猛碰面 这一脚速度之快力量之强 居然让素敏大脑出现了好几秒的空白世界 谁能想到被称为相哭之神的野剑素敏 居然会被一个高中生踹翻在地 而且任牙的表情居然是那么轻松 连眼神中都充满自爱 简直就像在看自己的孩子一样 也见素敏在这一刻彻底懵逼 任牙的攻击速度实在太快 他用肉眼根本就无法捕捉 那么近的距离 那么诡异的攻击角 这真是人类能发出的攻击吗 素敏拍拍屁股再次起身 经过刚才的正面交锋 他已经意识到任牙的强大实力 这位相哭之神第一次低下高贵的头 向面前的任牙低头请教 任牙则谦虚地表示 我学习相扑以练习格断 我们两人互相请教不必拘谨 说话间任牙已经再一次拉开架势 用自己的胸膛正面迎笔 而对面的野剑素敏也双拳击 脸上表情都变得无比凝重 任牙军 我接下来这一招威力空前 我赌你绝不改正面硬件 只会尽可能地设法躲逼 话音未落 素敏的身体就已经再次弹射而出 而任牙也像中了激将粉一般 居然不闪不闭 挺起胸膛就要和素敏正面硬钢 可就在两人即将接触的前硬度 任牙突然再次出现 从一个诡异的角度猛封素敏面部 但素敏这次也发了 竟是紧咬牙关抵死不退 双手发力抓住任牙后腰 如一辆小型坦克般裹着任牙冲飞出去 可就在素敏即将把任牙撞出围栏的那一刻 他却诡异地停了下来 任牙刚才的中脚也并非毫无作用 尽管素敏早就做好了被踢的准 但还是头脑昏沉意识不清 他拼尽全力也就只能冲到这儿 眼见素敏气力不济 任牙又挑衅般地在他耳边火上交流 素敏小伙 踩过两招就撑不住了吗 凡说中的相夫之神 战斗力也不过如此 原本平静地也见素敏 在这一刻被彻底激怒 他单手握紧扯住任牙后腰 一个发力将任牙当场掀翻 卯足全力狠狠地砸向地面 可他这摔人的手感 似乎有些不太对了 在素敏巨大的力量拉着下 任牙的身体开始在空中高速旋转 但与之前被击败的那些对手 任牙并没有拼命反抗 而是选择顺从 顺从素敏的力量 如羽毛般轻飘飘地随风打动 然后从素敏的手中轻松破困 虽然任牙的临场应变堪称完美 可身为力士的眼见素敏却非常不爽 力士之间的战斗 就应该是肌肉与骨骼的正面硬刚 像你这种放弃抗的人 请恕我无法与你继续比武 在我看来 你实在太过矮小 无论肉体还是精神 都算不上一个强大的力士 任牙听到这话也是有些生气 为什么我比武还得按照你的规矩 你说我精神矮小也就算了 评价我的肉体可绝对不能用 素敏意识到自己的激将法又成功了 直接攻身发力百足架势 既然你自诩强大 那就证明给我看一看吧 被称为地表最强高中生的范马任牙 究竟能否战胜古代相夫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被称为相夫之神的眼见素敏 能否和远古生物三角龙正面应当呢 望着这身高超过5米 体重上千公斤的庞然大物 素敏整个人彻底傻了 在中华古武术中 有一种名为象形拳的古代拳法 其武者可以通过模仿野兽的攻击动作 幻化出各种强大的攻击方式 而精通古拳法的范马任牙也擅长此诺 早在和皮克战斗时 他就自行领悟并开发出了恐龙象形拳 当初他就是用这一招 把野蛮人皮克打得满地找 就是不知眼前的眼见素敏 又能在他手下坚持多久 素敏则被惊得愣在当场 竟是连一句话都说不出 他在深山老林苦恋项目 两耳不闻窗外事 也很少与人正面交手 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诡异的拳 眼前这只三角龙身长超过10米 体重接近10吨 单论身体大型 他可能要比50个素敏加起来还要大 可不管对手多么强大 力士既然身在战场 那就绝对没有退缩的力 素敏全身发力一脚落下 在贯穿地面的同时再次摆出项副驾驶 他的双手攀上龙脚 试图将这只狂暴的猛兽正面压制 可还不等他反应过来 自己肥瘦的身体就被三角龙直接掀翻 原来素敏抓住的并非龙脚 而是韧牙的双手手腕 韧牙一个翻身向后拉扯 直接把眼见素敏扔向半空 但眼见素敏也不是吃素敏 在身体接触地面的潜移 他也像韧牙那样在空中旋转 如羽毛般化解尽力 最后接一个悬身优雅落地 这小胖子的学习能力 敌韧牙也差不到脑去 素敏一脸兴奋地看向韧牙 你居然能操纵幻想 把双拳划为龙脚 真是奇妙的功夫 让我大开眼界 就在两人拉开架式 准备再打第二回合时 德川老头突然出来打岔 宣布双方比武到此为止 毕竟今天还不是他俩的决赛专场 在真正的战斗开始之前 素敏有必要再认识几位新皇陵 射川刚气 余地独步 华山勋 余地克斯 这些人全都是世界最杰出的武术家 接下来你将会和这些人并肩作战 向整个相扑协会发起挑战 原来就在不久前 会议横钢金龙山找上了相扑会 直接向整个相扑协会发起挑战 金龙山认为 在数百年的历史演变中 相扑已经在不知觉中走上歪路 是时候该敲打敲打 相扑本来是一项竞技运动 是和拳击散打同样的格斗技术 可在你们这群人的带领下 相扑技术却丧失了实战能力 彻底沦为取悦观众的赚钱工具 所以我将以古代相扑致命 向整个相扑协会发起挑战 这场战斗不限体型不限技术 只要击败对手 那就没有任何规则 相扑会长 你是否愿意赌上相扑协会的尊严 与我麾下的格斗家们一较高下来 这话出口 相扑会长终于被彻底激怒 难道你认为现代相扑就没有杀伤力吗 肌肉与骨骼之间的权力对准 站到最后一刻也不后退的拼死之心 相扑力士从不畏惧任何挑战 既然你执意要打 那我非常乐意接受挑战 就让我用现代相扑 将你口中的格斗家们碾压成渣吧 任牙主角团对战相扑力士 德川这个小老头又要开始搞事情 以射穿刚气 余地独步为首的武术家们 将会和野剑宿迷并肩作战 向相扑协会发起挑战 看着眼前的一众高手 野剑宿迷也是有点懵逼 其他几位只是身材瘦弱性 可这个满脸皱纹的小老头 到底是怎么回事 虽然明知对方可能是一位功夫大师 但宿迷还是伸手扯住了 刚气的衣领 真的非常抱歉 虽然这样的问题非常无理 但我还是无法想象 凭你这样瘦弱的身体 该如何与相扑力士正面抗衡 刚气文言也并不朽目 你这胖小伙虽然言辞无理 但态度还算诚恳 我这老头子的安危 你完全不用放在心上 话音落下的骨石 刚气左手就已经搭上宿迷手腕 千军之力如泰山鸭顶般贯穿全身 为什么他瘦小的身体 会爆发出如此可怕的力量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妖术吗 可刚气的炫技还并未结束 只见他左手捏着宿迷轻轻一体 宿迷的身体居然脱离地面 直接被刚气举到半空 紧接着单手发力使劲一水 宿迷那巨大的身体就被扔飞出去 但宿迷也是个狠 就算身体被扔飞 大手依然扯着刚气的外衣不肯放 宿迷被瘦弱的刚气一招放弯 刚气也在众目睽睽下被当众扒光 这可真是伤敌一千自尊两万 宿迷也是惊讶的瞪大双眼 没想到刚气瘦弱的外表下 居然潜藏着如此可怕的爆发力 这就是何气到吗 真是一门高深莫测的格斗技巧 让晚辈大开眼界 射穿刚气老脸一红 都这场面就别说废话 快点把外衣还回来 这天气可真有些凉嗖嗖 在见识过宿迷和刚气的战斗场面后 满腹心事的余地 克四忍不住萌生退 毕竟他现在是个只有一只手臂残疾 对战相扑历史可以说毫无胜份 德川老头似乎早有欲恋 你既然说单手无法对战 那我就安排你和猎海王当队 两个人一起上如何 克四文言也是当场懵逼 德川老头 我们才刚刚送走的功本武藏 你该不会又克隆一个猎海王出来吧 德川老头也不废话 直接把克四带到了自己的地下里 在密闭的玻璃容器内 封存着一条强壮的人类手臂 来源于他的昔日好友猎海 为什么猎海王的手臂会在这 谁允许你擅自拆解 如果不给我个合理的说法 我今天绝不会轻易放过 面对愤怒的余地克四 德川老头却表现得十分平静 早在猎海王战败生死的那一刻 他就打算用猎海王的手臂 去填补克四残缺的身体 至于为何不使用克隆技术 将猎海王再次复活 也是因为猎海王的性格太不刚强 绝不会接受这种耻辱的复活方式 而且自攻本武藏事件之后 德川老头也不想再进行任何的克隆实验 所以在我看来 只有把这具手臂换到你身上 让猎海王与你并肩作战 那才是对他遗体最大的尊重 相扑是什么 不就是两个胖子在沙地里互相推荡吗 这种如同儿戏般的竞技手段 难道真的存在杀伤力吗 问题的答案即将揭晓 东京城的地下竞技场内 相扑会长带着五位最强的历史前来采议 在正式战斗开始之前 德川老头先给他们安排了一场热身赛 毕竟现在相扑到底能不能等 这个问题还未被证实 如果这些相扑手连今晚的考验都过不了 那就没必要在参与之后的战斗 德川老头安排的第一位主考官 是擅长综合格斗 被称为国内无敌的延浪混争 虽然相扑手们人数重量 但浪哥还是表现得非常温馨 单论格斗实战 这些人都是外号 让我挑选这有些欺负人吧 还是让他们自己决定吧 眼见浪哥如此无礼 横钢白鹏立刻拍着胸脯主动出战 对战双方也不多说废话 直接踏入战场 在裁判宣布战斗开始的那一刻 浪哥就已经瞬间出手发动攻击 一记左勾拳猛地砸向白鹏面 巨大的撞击声炸裂开来 连空气都爆发出阵阵阴暴 可让浪哥意外的是 他毫无保留的权力一击 并没能给白鹏造成实质伤害 这下浪哥的心里也是有点发虚了 他参加过数百场全赛 还是头次遇到这样的对手 迅捷如风 不动如山 明明是自己抢先攻击 最后却像撞到巨石一般如攻而防 他是大力尘的一群 在白鹏脸上甚至连个红印都没能连行 我们的战力差距真的有这么大 又或者说 这个家伙还算是人类吗 就在浪哥思考对策的时候 横钢白鹏就已经如闪电般突然近身 直接探出双手 死死抓住了浪哥的后腰 在白鹏数百公斤的重量压制下 浪哥肌肉紧绷全身颤抖 可不管他如何发力挣扎 白鹏捏住他的双手都没有丝毫松懈 扯着浪哥的后腰狠狠砸下 不得不说这一招可真是有些太狠 看浪哥这副四脚朝天的武贯女 估计他这辈子都不想再和相扑对战 相扑战的第一场 由横钢白鹏主动出击齐开得胜 相扑队伍士气大振 立刻派出了他们的第二位参赛者 身高仅有一米六五 体重97公斤 绰号超级小兵的岩犬 面对身材矮小的历史岩犬 格斗家文也表现得非常武器 本以为德川老头找自己是有大事要做 没想到竟是为了欺负眼前这个小矮 就算要和相扑手正面对方 我的敌人也该是横钢那种级别的对手 眼前这个小矮子到底算怎么回事 算了脑子里再多想法都无济于事 还是尽快打赢然后就拿钱走人吧 在裁判宣布比武开始的瞬间 文也一个剑步抬脚猛攻 可他面前的颜鹊却如人间蒸发般突然消失 等他再回过神来 颜鹊的身体已经绕到背后 两条尖石的手臂绕过后腰 将他的身体牢牢钳制 还不等文也反应过来 颜鹊却就已经单手发力 将怀中的文也抛向半空 接着借助地心引力 将这个狂妄的对手狠狠扣 这场战斗从开始到结束 居然连十秒钟都没用上 综合格斗家的实力 原来也不过如此 谁还敢说现代相扑没有杀伤力 我肯定一个耳光扇死他 当蝉联三届格斗冠军的光头墙 对上身高超过两米的相扑大官 究竟谁会更胜一筹了 两人还没有正面交手 大官那可怕的压迫 就压得光头强冷汗直冒 当大官聚精摆出相不驾驶的那一刻 强哥甚至开始迅速后退 试图与面前的巨人拉开距离 可大官却紧追不舍 如同一辆笨重的坦克步步能压 一点点把强哥逼入死角 退无可退的强哥拼尽全力一脚攻出 可大官的速度比他更快 一掌拍杀直轰胸口 直接把强哥的身体打飞出十多米远 连坚固的木质护栏都被彻底撞死 强哥的身体瞬间倒地 这场战斗没有任何悬念 再下一位进场 是轻量级综合格斗家桑田乔某 他并不认为相扑力士具备 得他对战的姿劲 肥胖的坠肉 臃肿的体系 就算力量再大又如何 充其量也只是蛮横的脸竹板 桑田这一番狂妄发言 也是把在场众人彻底激怒 而他面对的对手 则是绰号博士的相扑老将官邪猛剑 当身高只有一米七的猛剑 站在擂台上与桑田正面相遇时 桑田才忠于意识到 相扑手并不只是单纯的肥胖 他们看似臃肿的肌肉下 似乎还潜藏着非常可怕的爆发力 在裁判宣布战斗开始的那一刻 桑田一个鞭腿抽向猛剑 这一击命中猛剑又嘴 直接在其肌肉表面留下印记 还不得猛剑反应过来 桑田已经迅速变召近身擒棒 直接锁住了猛剑的大腿关节 无论多么强大的敌人 只要被锁住关节 那就等于被送上了矫情架 再没有反抗的击步 可让桑田意外的是 无论他如何用力 面前的猛剑都如山岳般不动分毫 双方巨大的力量差距 让桑田就像玩具般被轻松拿捏 这可真是太羞耻 桑田迅速变招 双手发力扯住猛剑右臂 使用关节剂 试图将猛剑的右臂彻底缝死 但猛剑很轻松就抽出右手 胳膊一夹 反而把桑田的手臂抱在怀里 紧接着全身发力向下猛摔 七个月后才能拳跃 在下一位的出场对手 是重量级综合格斗的王者村莱阿龙 作为职业拳击士 他很擅长用拳头将敌人正面击等 可当他和被称为人肉推土机的 虎毛正面相遇时 重量级的体型变已经在无优时 在裁判宣布战斗开始 五毛直接握拳弓身 摆出了专业的相扑架势 阿龙见状也是有点懵逼 这看似儿戏般的战斗架势 真的够资格成为他的对手 阿龙一个滑步瞬间近身 双手重拳还未落下 虎毛的攻击就已经后发先制 整个人如弹簧般迅速跃起 只一掌就将体重超过200斤的阿龙拍飞出去 阿龙刚刚落地 虎毛的身体就已经再次逼近 阿龙挥动重拳发起反击 这一拳正面命中 虎毛大脸瞬间变形 但冲锋中的虎毛却没有丝毫后退 反而越战越远 直接一掌将阿龙再次扇飞 这个过程中 阿龙还不止一次试图反击 可不管他如何挥动拳头 都不能给眼前的虎毛造成实质伤害 而虎毛也在这一刻化身人肉推 一通连环巴掌将阿龙彻底拍蒙 在虎毛的超高速连打下 阿龙已经瀕临昏厥失去意识 要不是德川老头及时制止 只怕阿龙这条命都要交代在这里 嚣张的步伐 迷人的撬捆 再加上忧郁眼神和性感的落伞 UFC格斗家炮哥 终于在众人的期待下闪亮登场 作为UFC的知名拳手 想与海外的明星格斗家 但他最厉害的杀招却并非拳击 而是通过学位击打 给敌人造成致命伤害 无论对手的身高体型差距多大 他都能如黄蜂一般穿刺药海 让敌人瞬间失去行动能力 而炮哥这场战斗遭遇的对手 则是被称为金星十八将的职业相呼售狮子 在战鼓敲响的那一刻 狮子丸就已经攻身发力 朝着炮哥发动进攻 但炮哥的中角却已经后发先制 直接一脚暖空面门 狮子丸的下颌骨被正面击中 巨大的冲击力贯穿颅骨 让他的大脑一片空暖 而炮哥则鸡贼地捏紧拳头 把拇指关节暴露在外 直接一记钉拳 狠狠砸向狮子丸的左太阳血 狮子丸双脚一人 巨大的身体险些倒地 他没想到炮哥一出手就专攻要害 这压根不是比武 而是想杀人啊 可狮子丸在双膝跪地的同时 也不值得伸出双臂 将炮哥死死地搂在怀里 紧接着全身发力 炮哥的身体就像威化品一样被瞬间折斗 炮哥的下半身 恐怕都只能在轮椅上渡过 在相扑高手 痛揍职业格斗家的同时 余蒂克斯已经躺在医院里准备手术 在内心挣扎反复权衡后 他终于决定接受烈海王的诱物 收下这份特殊的礼物 这场手术由眉梳主刀 红叶鞋 从毛细血管到骨骼神经一次连接 在数小时的肩骨奋战后 这次手术圆满成功 烈海王的右臂与克斯完美衔接 就是皮肤颜色有点不一样 有必要多去晒一晒日光雨 重获右臂的余地 克斯与烈海王融为一体 这种感觉无比奇妙 既没有维合感也没有排一法 简直比他原装的右手还要好用 一拳打出音棒 一掌踢断石砖 速度力量全线提升 烈海王仿佛原帝复活一般 与克斯并肩作战 克斯这才意识到 他不但移植了烈海王的右臂 还间接继承了烈海王的力量 这是何等龙行 就在克斯感慨之际 身后一道虚影突然出现 克斯只感觉后背一脸 烈海王似乎真的复活 他猛地回头看向身后 可寂静的道场里却空无意 克斯脑门冷汗直冒 难道他刚才是真的见过人 在克斯移植手臂后不久 最强格斗家与职业相扑手的最后决战 终于拉开虚影 东京城的地下竞技场内作无虚席 所有人都在期待这场最强之战 当相扑和格斗这两种竞技手段 同台比武 究竟谁会更胜一筹呢 短暂的碰面结束之后 双方选手全部退场准备战斗 作为比武发起人间狗头军师的金龙山 已经根据敌人的体型差距和战斗风 安排了与之相应的最好对手 第一场对局 金龙山直接派出了队伍里年龄最大的射穿钢琴 而钢琴的对手 则是相扑队伍中体型最大的大观俱进 当这俩一大一小的对手站上来台 诸如与巨人正面硬钢石 究竟谁才会更胜一筹呢 当九十斤老头对上六百斤壮汉 这场战斗究竟该怎么打 以大欺小以强胜弱 别说现场观众看不下去 就连相扑会长都觉得自己有点欺负人 在裁判宣布战斗开始的那一刻 巨精立刻握拳攻身 在第一时间摆出了相扑架势 可站在对面的射穿钢器却像被吓死一般 低垂着双手没有任何动作 巨精也不敢贸然进攻 如果一个冲锋把人撞死背着 那他可就摊上大事了 这小老头到底是怎么回事 总该不会是专程跑来碰瓷了吧 片刻的对峙之后 巨精终于按捺不住管部上前 直接伸出左手 试探性地抓住了钢器的衣领 憨厚的大官巨精本想试探攻击 伟扎稳打 却不知自己已经落入圈套 钢器一只手搭上巨精手腕 下时间千军之力如泰山压顶般重重砸下 巨精全身紧绷肌肉颤抖 连双脚都在这股可怕的重压下陷入地面 射穿钢器别的本事不敢说 就单论握手这一项 绝对是刃牙漫画中的实力添花吧 我握手战神启示浪德须敏 巨精也是被钢器这诡异的压迫赶下了一天 赶紧挥动右手一掌拍下 可钢器的速度比他更快 瘦弱的右手轻轻一年 巨精的身体就失去平衡 这就是和气道中的借力激情 说实话还真有点像太极拳的借力感 幸亏大关巨精反应够快 单脚撑地及时与钢器拉开距离 这才没有摔得太过难看 90斤老头掀翻600斤胖了 简直是妖术级别的技巧 这下巨精再也不敢小看钢器这个兽王头 他直接握拳弓身 再次摆出了相扑架势 片刻对峙之后 巨精突然大脚横踩定位 巨大的身体如一辆小型塔克般横冲直撞 这就要将面前的钢器彻底碾压 巨精的这次冲击是大力尘 就算射穿钢器也不想与其正面一方 索性直接俯身贴地 把自己的身体当成半总是 用一招四两多千斤 直接把重心不稳的巨精当场摔飞 但大关巨精也不是吃素 再失去平衡的瞬间脚尖点 竟是接了个后空翻 然后再平稳落地 这600斤胖子的灵活程度 简直比某些职业运动员还要好 可还不等巨精拉开架势 钢器瘦小的身体就已经闪现贴脸 一记纸枪插向巨精咽喉 若患普通人中这招 那肯定是非死即上 当场失去战斗能力 可肥胖的大关巨精却根本没破防 被纸枪插中的同时还能挥拳反击 直接一掌将瘦小的钢器封到半空 双方这一套试探下来 看似平分秋色 但其实还是大关巨精更吃亏一起 他的喉咙隐隐作痛 身体体能也在迅速下降 这一战必须速战速决 而对面的射穿钢器 也终于摆出了战斗姿势 大关巨精立刻俯身握拳 可还不等他发起冲锋 钢器就已经迈着小碎步迅速贴脸 这下巨精傻眼了 这小老头完全不按套路出牌 让他根本无从下手 射穿钢器也不着急进攻 而是再次向巨精发起了战斗生气 我听说相扑里的摔跤手段非常厉害 你敢不敢在我这个老头子身上试试看 你敢相信吗 身高2米31 体重超过300斤的大关巨精 居然被一个90斤的老人摁头报仇 或许是觉得欺负胖哥太没有挑战性 钢器还主动提升战斗难度 让巨精用相扑招式攻击他 巨精一听就觉得机会懒了 无论钢器的格斗技巧多么精湛 只要他落到自己手里 那就绝对无法挣脱 毕竟双方的体型差距百在那 他只要双手环抱一个发力 就能将钢器彻底摔翻 可接下来的一幕就有些滚硬 无论巨精扯着后腰如何发力 钢器都始终如落地生根斑纹丝不动 这种情况实在太诡异 那种感觉就好像小时候玩气球一样 拧开水龙头往气球里面不停灌顺 原本干磊的气球迅速膨胀 重量也随着时间催移不断增加 而现在的射穿钢器也是同样 他身体里好像装着一颗巨大的水球 巨精越是用尽全力想把它扔出去 他的身体就越沉重 难道这个水球就没有极限吗 答案当然是梦 因为短暂的对峙之后 巨精就已经挥动手臂 将钢器瘦弱地身体扔飞出去 这一扔的力量如此强大 让钢器不受控制地砸向坦白 如果这一撞正面命中 刃牙小队怕是要当场吃鞋 好在钢器的身手足够灵活 在即将撞墙的瞬间一个空翻 这才没有被扔出擂台 被扔飞的钢器脸色阴沉 只见他双手插腰 毫不客气地当场置物 大关你刚才是用了技巧 我提出和你正面硬钢 就是想试试你力量的极限有多钱 可你却趁此机会对我使用技巧 这可有点不厚道 大关要不要再跟我比一场 这次你不会再逃跑了 话音刚落 射穿钢器突然毫无征兆地探出双手 将大关巨大的身体抱在怀里 刚才是你摔我 现在轮到我摔你 虽然我并不擅长相扑 但教训你这个后背应该绰绰有 现场观众也被钢器的骚操作下了一天 90斤掀翻600斤 这种事根本就不可能发生 围观群众们看得热 却不知场中的大关已是呼吸困难冷汗之冒 因为和气道最擅长的技巧就是借力打力 别说区区600斤的小胖子 就算1200斤的厚重沙袋 也会被钢器一个发力彻底掀翻 可大关巨精也不是盖底 在身体即将失去平衡的瞬间 突然用左脚猛的践踏地面 总算借着反作用力稳住身体 可还不等他稍传口气 钢器就扯住后腰再次发力 这下巨精是真的慌 如果被这个90斤的老头当场掀翻 那他以后就没脸再向副界混进去 哪怕赌上性命和毕生尊严 这场战斗他也绝不能输 巨精体内潜藏的洪荒之力 终于在这一刻彻底爆发 居然真的把钢器举起来 紧接着单手发力将钢器再次扔飞 和上次不同的是 钢器这回可没那么好运 直接被巨精扔进了观众心 撞坏坐一步说 连脑袋都受了不清的伤 等钢器回头再踏入战场的那一刻 连大关巨精都被他的伤势吓了一体 钢器老师 咱们不如就点到为止 你的眼球都被我撞碎 如果再继续打下去 非得出人命不可 70岁老头被600斤肥仔一掌派飞 甚至连眼球都被当场撞碎 强如大关巨精这样的一流高手 都被眼前这一幕吓得不清 钢器老师 不然咱们今天就点到为止吧 我可不想背上人命官司 可射穿钢器却连连摆手 示意巨精不要在意 甚至还伸出食指 把掉落的眼球摁了回去 我的左眼早就下了 现在这颗眼球也只是临时凑数的替代品 所以千万不要对我手下留情 虽然看着很吓人 但我可一点都不同 尽管钢器再三说明 但巨精还是犹犹豫豫不可动手 一番拉扯下来 对面的射穿钢器终于被彻底惹饶了 你这肥仔到底是什么意思 一句点到为止就想结束战法 难道你想说我已经输给你了 只要我不主动认输 就没有人能逼我弃拳 话音未落 钢器的身体就已经大踏步冲了出去 既然你看不清彼此的实力差距 那我就让你也闭上一只眼睛 钢器这一拳又急又急 如闪电般直轰面门 将巨精的右眼瞬间垂爆 还不等巨精反应过来 钢器的身体就已经再次打高 一个纵月跳到了巨精头顶 紧接着使出一招千斤坠 狠狠砸向巨精后劫 这一套小连招行云流水 打得大关巨精头昏眼花 甚至连面前的射穿钢器 都在这一刻变得诡异起来 但钢器老头的攻击还并未结束 直接探出右手向上一插 两根手指就结结实实地插进鼻孔 然后右臂下扯立发千军 竟是将巨精内巨大的身体扔向半空 鼻孔被贯穿 要害被攻击 这一下可真是有过痛 即使大关巨精这样的职业相波 也因过度疼痛而失去思考能力 彻底成为了射穿钢器的人肉沙包 这就是钢器一直在普普寻找的绝佳机 无论多么强大的对手 只要失去思考能力 就会彻底沦为真短于论 钢器扯住巨精的脚腕用力一些 直接将巨精庞大的身体再次掀翻 接着钢器双脚弹射 也紧追巨精跳到半空 双手下沉将巨精硕大的脑袋完全包裹 和气道在这一刻全力爆瓦 巨大的尽力贯穿炉 即使是大关巨精这样的职业相波手 也在这毁天灭地的一击下失去意识 格斗家与相波手的第一场对战致此用 胜者是75岁高龄 体重90斤的和气道宗师射穿钢器 在返回休息室的路上 钢器遇到了同队伍的余地补补 尽管两人都对彼此的实力非常了解 但独步还是忍不住开口称赞 借力打力以弱胜强 这可真是妖术一般的格斗技巧 和气道果然高深莫测 面对独步真诚的赞美 刚气却只是无奈地伸出双手 和气道并不是什么妖术 这场战斗我赢得也并不轻松 你看我的双手 到现在都颤抖地停不下来 和相波手擂抬敌武 本就是我占了规则优势 如果换成真正的生死搏杀 我就不一定能活到现在了 独步文言却是咧嘴一笑 得穿老头 你就别再妄自走过了 气肉颤抖这难道不是很正常的事情 你看看我 我这双手也是抖得停不下来 一想到要和相波历史同台镜子 我就忍不住兴奋的浑身颤抖了 一掌压碎九平 两指扭断硬币 甚至连老虎这样的山中猛兽 都成了这个男人的手下败奖了 相波格斗赛第二场 有五神余地独步对战相波手关写猛剑 在裁判宣布比武开始的第一时间 猛剑就功身下沉 摆出了战斗架势 可独步却兴奋地口水直流 几百斤的沙袋打爆了无数 遇到几百斤的胖子还是头佑 我可一定要细细品尝 或许是被面前的胖子魅惑心神 独步居然忍不住迈开双脚 身体不由自主地向前凑紧 这么好的机会猛剑可不会白白放的 就在独步踏入自己攻击范围的瞬间 猛剑突然起身发力 瞄准独步就是一记头锤 独步不闪不避一拳打出 这一拳力贯千军 竟是把猛剑的脑袋都给吹破 紧接着又是一顿重拳伺候 将猛剑打得节节败退 然后右一脚贯穿小腹 再一脚直轰面 敌武双方只交手了一个赵女 猛剑就被打得鼻青脸肿 这可真是太丢脸了 猛剑找准机会抱住独步右脚 就在他双手发力 想把独步的右脚彻底拟断时 独步突然一个悬身跳到半空 在化解攻击的同时 一记中踢猛攻敌员面 猛剑单手发力 将独步巨大的身体狠狠扔飞 但这并不能对独步造成实质伤害 独步一个翻身潇洒落地 再次摆出了战斗架势 一场战斗打下来 关鞋猛剑狼狈不堪 于地独步却丝毫未尽 只能说双方的战力差距实在也是太大 可话说回来 这个关鞋猛剑也不是失速 被独步的铁拳连续攻击 还能坚持到现在没有倒下 他也算是个合格的人肉杀包了 独步拉开架势广缓靠近 再踏入猛剑攻击范围的前翼 突然双腿发力纵身跃起 紧接着一记脚刀劈头砸下 竟是直接把猛剑的左耳给切掉 将身体关节化作领裂刀锋 这就是独步与公本武藏交手后领悟的最新技巧 小胖子 你是要现在弃取 还是和我继续打 面对独步的置物 猛剑却表现得非常不细 不过是掉了一只耳朵 我可没有退让的理由 话音刚落 猛剑就躬身发力 突然冲出 两只蒲扇大手如苍蝇拍一般劈头砸下 竟是将面前的武神独步正面压制 紧接着双手抓住伊丽 将自己巨大的身体划作武器向前冲撞 直接将余地独步撞地倒飞出去 关鞋猛剑紧追不使 一记头锤正面命中 连独步身后的木质围栏 都在这一记下被撞了粉碎 紧接着举起右手再补一枕 直接甩了独步一个满脸跑花 最后在一记上推掌命中下 巨大的尽力贯穿颅骨 独步瞬间失去意识直接倒地 难道余地独步真的要输在这里 对场外的欢呼声冲而不稳 猛剑再次摆出了相簿架势 对面的独步也立刻起身 口中还连连感慨 真是太可惜了 只要你刚才冲上来惨户的踢斗 我就能趁势反击 直接送你退场 看来独步和弓本一战 还真是学到了不少 以身划刀切碎对手也就罢了 连殷人的手段也照单全授 如此可怕的学习能力 真不愧为武神之名 而接下来 独步要学习的下一个项目就是项目 只见他握拳弓身 摆出了专业的项目姿势 接下来 咱们就用力士的技巧来一决胜负吧 余地独步以脚划刀 直接切掉敌人耳朵 这个小老头下手未免也有些派行 项目格斗赛第二场 武神独步与关系猛剑的恶战仍在继续 独步握拳弓身 直接摆出了项目架势 力士就该以力士的方式一决胜负 接下来就让我们堂堂正正地打一场 面对余地独步的对战身体 猛剑当然是求之不得 他身体伏低握拳发力 如炮弹般弹射而出 但独步的出拳速度比他更快 抬起一掌直攻下 将冲刺中的猛剑瞬间打懵 紧接着再补一击躲勾拳正面命中 就在独步准备成胜追击 用一击右直拳送猛剑直接退出时 战场上却在生定里 猛剑抬起左手 直接将独步的右臂反手擒打 然后全身发力使劲硬 轻醉的鼓猎声立刻响撤全场 独步的手臂弯成了一个诡异的行动 关节破碎韧带断裂 母神独步的手臂彻底冒走 整个人也被猛剑一击中掌拍飞出去 不得不说猛剑出手真的叹 要么闷声挨打不攻击 一攻击就废掉了独步一只手 失去右手的独步 战斗力必然会大打折扣 猛剑的胜算也会大幅提升 可占尽优势的猛剑却并没有成胜追击 其难命中下额骨的上推一指 直接给猛剑造成了颅内损伤 其后再一击左勾拳命中 两次攻击的伤害相互叠加 轻则脑震荡重则脑出血 如果普通人遭受这几攻击 估计半条命都会当场报销 但关节猛剑却仗着身体强壮 强撑到现在依然不肯倒下 就在猛剑大口喘息的时候 独步已经再次近身 猛剑抬手一掌风出 却被独步一个歪头轻松怼 你这肥仔的攻击速度 似乎慢了不少 难道是故意打偏的吗 此刻的猛剑撞弱风猛 对着独步就是一通连环巴掌 就在独步被巴掌分散注意的时候 猛剑突然抬起左脚 狠狠轰向独步断裂的右臂关节 原来这一脚重踢 才是猛剑的隐藏杀招 刚才那一套连环巴掌 还真就是怕故意打偏的 不等独步反应不来 猛剑就已经一记头锤正面命中 巨大的尽力贯穿颅骨 独步整张脸都被砸得凹陷下去 而此时的猛剑已经左腿高抬 这一脚弱正面命中 变牙小队立刻就会当场吃鞋 可就在大脚与脑袋即将接触的前应 独步突然单手撑地一记捧锁 直接让单脚战力的猛剑失去平衡 可即使如此 猛剑也依然单脚撑地 固执地不肯倒下 在相扑比赛中 力士背起朝地就代表着比赛落败 虽然这是一场无规则格斗赛 但猛剑依然不肯放弃力士的骄傲 独步见状也是有些无语 你这肥仔真是不值得有些可爱啊 但这场比武至关重要 请恕我不能手下留情 独步猛地一脚劈头砸下 沉重的一击让猛剑瞬间失去意识 可在猛剑即将倒地的前一秒 独步却将这个胖小伙抱在怀里 不让他后背朝地 虽然两人的立场不同 但独步还是守护了猛剑身为力士的最后分离 武神于地独步 你可真是太温柔了 把头发梳成大人模样 再穿上一身帅气西装 相扑格斗赛第三场 侠客花山勋对战相扑力士虎毛 武毛也被面前的花山吓了一跳 西装皮鞋大油头 这个小伙真的是来打架的吗 不做任何的热身运动你就罢了 甚至连眼睛都舍不得摘下来 但要说最可怕 当然还是花山那张布满刀口的性格大力 这家伙真的是格斗家吗 我怎么看着有点像亡命图呢 他该不会是来跟我拼命的吧 两人还没开打 五毛在气势上就已经怂了一半 算了 我绝不能胡思乱想 众目睽睽之下 我就不相信他还敢当众杀人 在裁判宣布比武开始的瞬间 五毛立刻迈开脚步向前冲刺 但花山只是回眸瞥了一眼 五毛立刻就被吓得愣在原地 接着花山把双手从兜中抽出 被对虎毛摆出了一个奇怪的姿势 五毛也是看得一脸懵逼 他完全不明白花山这事要干涉他 但他也没时间继续思考 因为下一毛 花山的重拳就已经直轰念门 瞬间把虎毛打得倒飞出去 原来他刚才是在叙利亚 等意识到这一点时 虎毛已经被花山一拳放翻了 竞技场内的观众们热情高涨 齐声欢呼 花山居然做到了一击秒杀 这力量可真是太惊人了 此时的虎毛已经意识模糊 要不是一点意志补骨之称 他早就已经当场昏剧 花山也没有乘胜追击 而是悠闲地把双手插入口袋 等着对手再次起身 殴打倒地的对手不算英雄 身为力士就应该站着分出胜负 终于缓缓起身 可他的鼻血却如开闸的水门头般 止不住地流个不停 但耿直的花山 可不在乎对手到底流了多少信 他高举双拳再次摆出了战斗架势 鼻血横流的虎毛再次被花山下放 身体直立高举双拳 这是什么诡异的姿势 中门大开破战赶出 花山根本没有想要防御的意思 和花山对峙的时间久了 虎毛的眼中也开始生出幻想 面前的男人似乎化身成一头棕色巨血 正伸出利爪对着自己嘶吼咆哮 片刻对峙之后 两人突然同时行动 朝着对方发动攻击 但花山的出拳速度稍慢一丑 被反击的虎毛一掌击中下颗骨 虎毛脚踏地面 不顾一切的脉步猛冲 一口气将花山巨大的身体到推出十多米里 接着乘胜追击 对着花山的脑袋就是一通疯狂拍着 可不管虎毛如何攻击 花山都站在原地纹丝不动 甚至不摆出任何的防御姿势 片刻之后 占尽优势的虎毛突然停止攻击 站在了花山面前 我的攻击到此为止 现在轮到你发起反击了 历史的自尊让虎毛不肯退去 甚至还挺起胸膛 在花山面前摆出架势 见此情景 花山自然也不会手下溜起了 右手蓄力重拳猛风 直接将虎毛整张脸都打得凹陷扭曲 刚刚止住的鼻血再次狂喷 口中的牙齿也被这一拳打掉了三分之二 但花山的攻击还并未结束 紧接着在补一剂上勾拳 直接把虎毛肥胖的身体攻向半空 虎毛被花山的两击重拳彻底打猛 等他恢复意识 从地上再爬起来时 对面的花山已经等在原地攻破多时 整理头发 戴上眼镜 甚至连香烟都掏出来 如果虎毛还不起身 花山很有可能在这把中午范围一并解决 眼见虎毛起身 花山再次发出了战斗邀请 现在轮到你攻击我 可虎毛却想都不想就开口拒绝 这场战斗就到此为止了 我已经领教了你的力量 这一局我输得心服口服 相扑格斗赛第四场 任牙小队派出了断臂重生的余地克斯 他已经等不及要上场实战 自从接受移植手术之后 猎海王的手臂就以他完美融合 随手一拳都能打出阴棒 就连飘在半空无处着力的塑料袋 都会在他一掌之下断成两截 地旁的任牙整个人都有些看傻 克斯你何时学会了中华武术 还有你身后那道飘忽的人影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人鬼情未了吗 另一边的相扑协会 则是派出了相扑高手狮子团 这个小胖子可不一百 自诩万利世界第一 就算横钢级别的相扑手和他战斗 也未必能全身而退 当这两位一流高手正面交锋 究竟谁会更胜一筹呢 战斗刚一开始 狮子团就摊开双手 熟练的拍掌之后 居然摆出了勇次郎的招牌架势 不得不说这个真是太嚣张了 克斯已经等不及要与狮子团正面交手 看看这个小胖子到底有多少听闻 克斯拉开架势缓缓靠近 作为被称为人间兵器 最接近五道巅峰的一流高手 克斯早已将自己全身骨骼锻炼到初神入宝 通过想象力开通多关节技能 让全身的每一寸肌肉骨骼 都爆发出极可怕的杀伤力 而移植猎海王手臂后的余地克斯 实力更是有了质的飞跃 甚至说进化也不为我 就是不知这看似臃肿的狮子团 能在克斯的攻击下坚持多少能够 在克斯踏入攻击范围的那一刻 狮子丸突然如炮弹般拔地而起 朝着克斯发起攻击 克斯抬起一脚攻击位置 反而被狮子丸双臂环绕抓住后腰 侧身发力一记猛摔 直接大头朝下砸向病毒 这一记摔击力灌全身 就算于帝克斯这样的一流高手 也出现了两三秒的昏厥事件 但狮子丸可不会手下留情 一记中脚直接踩脸 紧接着又是第二脚 第三脚 狮子丸似乎是踩人踩上了 这就要一痛狂踹把克斯踩到泥里去 连踩十几脚后 狮子丸突然探出左手捏住克斯 在单手发力将克斯的身体甩出老远 狮子丸本想乘胜追击 没想到克斯居然毫不犹豫扭头就跑 这可真是太丢脸了 连看台上的刃牙都忍不住轻笑出声 好一个余地克斯 你可真是太会玩了 余地克斯确实是在逃跑 但这也是他的计策之一 按人类的常规体能来算 狮子丸全力爆发的时间 最多只能维持十秒左右 虽然这个时间看似短暂 但那珊瑚海啸般的十秒时间 足以将克斯打成重伤 所以克斯要做的 就是拖延时间暂避锋芒了 等狮子丸力竭之后 再趁其不被发动反击 克斯这一技因复脚正面命中 煞时间音波炸裂穿透耳膜 战场中心的狮子丸更是如遭雷击 三魂飞出了七破半 整个人都被打懵了 克斯赶紧再补一脚命中大头 把即将昏迷的狮子丸再度唤醒 难得和相扑高手正面对抗 你可千万别太早退场 把你的骨头寸寸捏断 暴怒的狮子丸起身飞扑 被克斯一技因速踢再次命中 但让人意外地深 狮子丸这次没有丝毫退去 反而伸手扣住了克斯的脑袋 单手发力之行 克斯的身体被再次扔飞 与猎海王成功合体之后的余地克斯 居然被一个相扑手摁头抱住 这可真是太丢脸了 你敢相信吗 成功接受移植手术 与猎海王合体的余地克斯 居然被身高一米八的相扑肥仔摁头抱住 作为刃牙主角团里的重要成员 余地克斯可真是太没排面了 但场外观战的刃牙却是一脸淡定 真不愧是余地克斯 你可真是太会玩了 看他那一脸沉醉的表情 这哪里是挨打 简直是在享受啊 克斯自从断臂之后 就在没机会踏上擂台语言较量了 难得上场一次 还一定要玩得进行 切身体会被打的滋味 虽然克斯玩得很开心 但猎海王的右手却已经看不下去 在狮子丸发动头锤攻击的瞬间 猎海王的右手突然闪电出去 将面前的狮子丸一拳砸翻 别说狮子丸没有防备 连克斯本人都是一脸懵逼 他明明没有发动攻击 为什么右手却自己动 拇指平推食指前突 攻手道里可没有这种握拳手 这分明就是中华武术 难道猎海王真的复活了吗 克斯被自己的想法吓断 他感觉猎海王就站在自己身边 难道从完成手术的那天起 猎海王的灵魂 就已经寄宿在这条手臂里了吗 在克斯陷入沉思的同时 狮子丸已经重整架势再次攻击 可不论他的攻击如何逊 克斯的右手都会以分块的速度自动拦击 我的老天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金手指吗 我这么开挂真的不会被封号吗 场外观战的任牙也被吓了 因为克斯的攻击手法他实在太熟悉 只有猎海王才会那样出招 那是地地道道的中华武术 与此同时 战场中的克斯已经重整架势 非常抱歉 刚才有有人拜访 所以我才会分心走神 可从现在开始 我就要和老友两个人一起上 你可别怪我一多欺少 任牙再次震惊 因为克斯现在摆出的姿势 赫然与去世的猎海王一模一样 狮子丸全身发力再次攻击 克斯用中华武术从容应对 无论狮子丸从何种角度发动攻击 都被克斯轻描淡写的轻松打下 狮子丸彻底傻眼 眼前这小子战斗力突然直线提升 他完全无法适应 还不等狮子丸反应过来 克斯就已经一个纵身高高跃起 猎海王在这一刻灵魂附体 克斯一记中角猛封面门 直接踹了狮子丸一个满脸的后话 克斯这是大力尘的意见 直接把狮子丸逼入绝境 他的体力即将耗尽 如果接下来的最后一击无法取舍 这场战斗就算是你赢了 话音未落 狮子丸突然不顾一切地向克斯发起冲锋 但克斯的出拳速度比他更好 因素猛击全力爆发 直接给狮子丸做了一次全身按摩 连一张大脸都被打得青烟直冒 这五拳的力道可真是不轻啊 但狮子丸却强撑着不肯倒下 挥动双手空中乱 对着克斯就是一通狠牌 克斯一个闪身轻松躲 重拳破空又是一次闪电五眼 本以为狮子丸已经昏厥 再无反击之力 谁料他竟突然出手 直接把面前的克斯摁倒在地上 紧接着再补上一记千斤头锤 将克斯整张大脸都砸得凹陷入区 可就算经受如此重击 倒地的克斯依然面色不良 头锤之后再用身体重量将我彻底压制 真是不错的攻击手 居然被你逼上绝路 这确实是我意料之外 话音未落 克斯突然再次攻击 一记撩阴手猛攻跨下 这就是克斯从猎海王那里继承来的 最强杀招先人摘逃 要害被攻击 这真是男人不可承受之头 克斯一个翻身摆脱压制 然后凌空一脚毁天灭地 狮子丸整张大脸彻底变形 可就算承受如此重击 狮子丸依然强撑着不肯倒下 克斯迅速前冲 再补一脚直轰狮子丸面文 这一脚如果正面命中 相扑小队肯定会当场吃喜 可让人意外的是 在距离敌人身体仅剩0.1公分的时候 克斯却突然止住攻击 反身离场潇洒地结束战斗 因为克斯的开闸放水 德川宣布此战狮子丸赢得胜利 应于帝克斯的开闸放水 相扑小队终于在这场格斗赛中拿下手上 但这靠对手施舍来的胜利 简直比战败更让人心生耻辱 相扑格斗赛第五场 地表最强高中身犯马任牙 对战超级兵丸雀 作为相扑界的小矮人 丸雀的身高只有16 而对面的任牙也只有168 两个身材矮小的立士正面对抗 究竟谁会更胜一筹呢 在裁判宣布战斗开始之后 丸雀居然一反常态 迈开脚步朝着任牙缓缓靠近 他并没有使用相扑中的蹲距技巧 而是身体威攻摊开双手 摆出了一个无比奇怪的姿势 相扑手不用相扑子 难道是想和任牙用拳头正面应当吗 可让众人没想到的是 片刻对峙之后 任牙居然也摆出了相同架势 两人以摔跤手的姿势手掌相合 丸雀利用自己的超高速一动 一个闪身绕到任牙身后 接着双臂发力 直接把任牙的身体扔向半空 任牙一个翻滚平稳落地 看向对手的双眼中满持震惊 没想到相扑手中也有速度型战士 这可真是意外之行 第一轮的相互试探之后 两人都对彼此实力 有了一个大的了解 任牙收起玩闹之心 直接拧布侧身 摆出了自己的招牌架势 而严雀的眼中也开始出现幻想 此刻的任牙 似乎化身成为一个巨大的相扑历史 仅是对峙时产生的压迫 就足以让严雀浑身站立 严雀揉揉眼睛又拍了拍脸 努力让自己保持清醒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幻觉 是绝对吓不倒我的 可对面的任牙却突然开口 我说小雀啊 刚才和我对峙的时候 你到底看到了什么呢 无论你看到了什么 我的实力都绝对在幻想之上 严雀也被任牙 这自信的发言下了一条 片刻沉默之后 貌似忠厚的严雀 居然也说出了一句虎狼之词 没关系 我就喜欢比我大了 战前对话到此为止 任牙的身体如流水般开始融化 超级脱力瞬间爆发 闪电刺拳直轰面门 这一拳的冲击力不同反强 连严雀后脑的竖发带 都被当场震飞 严雀更是被这一拳打翻在地 连大脑都产生了长达三秒五分百十字 如果这不是擂台对抗 而是生死互活的话 严雀第一回合就已经死了 严雀也被任牙这一拳给打弯了 他根本就没看清刚才发生了什么 只觉眼前白光一闪 自己就被打翻在地 现在他的脑袋就跟装了浆糊 片刻喘息之后 严雀终于再次起身 面对任牙拉开架势 只是与刚才不同 这次严雀抱紧双臂护助面门 采取了标准的防御姿势 却不知这种防御对任牙根本没用 一个剑步闪身发力 任牙的上勾拳就再次突破防御 将严雀整个人都打得倒飞出去 严雀防御被破中门大开 任牙追上去就是一通连环输出 最后一脚更是直观咽好 瞬间将严雀厚重的身体打翻在地 但相扑手严雀也不是吃素的 挨了这么一通抱锤还能翻滚起身 身体扶地握拳攻身 迅速摆出了相扑架势 如果继续和任牙玩摔跤技前 严雀绝对必输无疑 但如果换成相扑对方 那就还有一线生机 可让严雀没想到的是 面前的任牙居然也握拳攻身趴在地上 摆出了和他相同的相扑姿势 这一波虽然伤害不高 但侮辱性可是直拉天花跑 对面的严雀也被彻底激怒 他势必要让面前的任牙付出代价 绰号超级兵的相扑手严雀 居然被任牙一通连环巴掌摁头抱他 这未免也有些太丢脸了 幸好严雀皮操肉后 一个翻滚迅速起身 四肢着地握拳攻身 再一次摆出了相扑架势 可对面的任牙居然有样学样 也学着严雀的动脑 像只大蛤蟆一样趴在地上 难道这个家伙是想用相扑和自己一决胜步吗 可这次严雀又想错了 任牙握拳攻身的动作并非是在模仿相扑 而是在学习蟑螂 作为自然界中的最强生物 蟑螂不论速度力量还是生命的 都能轻松玩捏所有的同体型生物 而任牙超级脱力的最终形态 就是拜蟑螂为师 把自己也化身蟑螂 与此同时 严雀的眼中也开始出现唤醒 面前的任牙居然在这一刻突然变身 变成了一只油光水亮的大号蟑螂 还不等任牙从惊讶中回过时代 任牙的身体就以如炮弹般正面冲击 巨大的冲击力贯穿全身 直接把任牙推到了擂台边缘 就在任牙即将被推出场地时 他突然两脚发力踩入地面 双手狠狠扯住了任牙后腰 接着一记过肩摔蓄力千军 直接把面前的任牙扔飞出去 任牙一个翻滚在观众席上稳住身心 幸亏这场战斗没有规则限制 否则在跌出场外的那一刻 任牙就已经输了 任牙此时的表情就像看到宝贝一样 一米六身高的严雀 居然有如此可怕的速度和爆发力 对任牙而言 他绝对是最好的对手 任牙单手一撑潇洒回场 还不等他摆开架势 任牙的身影就已经如闪电般迅速逼近 任牙凌空旋转重脚猛攻 却不料任牙已经伏低身体 从任牙身下钻了过去 接着双手发力环抱后腰 等任牙反应过来时 任牙的身体已经如顺一般站在身后 紧接着身体后仰一记抱腰猛摔 直接砸碎围栏将任牙当场放翻 这一击是大力尘 人体最脆弱的后脑被攻击 任牙似乎已经失去了战斗能力 可任牙并没有贸然上前不倒 而是保持距离小心观察 任牙见状也直接放弃伪装 你居然不趁现在给我致命一击吗 我可真是太失望了 任牙单手一撑潇洒起身 原来任牙又在效仿功等武藏 倒地装晕准备阴忍 不得不说这可真是派卑劣 既然阴忍的手段不管用 那咱们就堂堂正正地打一场 你在相托手中的速度 应该是天下第一把 要不要和我比一比 说话间 任牙已经朝着严鹊探出实质 反显到任牙身后 可还不等他发动攻击 任牙的身体就已经连臂消失 在严鹊的身后突然出现 严鹊立刻扶低身体 双脚踏地向侧方躲闪 但任牙的身影却后发现之 将严鹊的退路再次拦紧 严鹊慌忙抬手反击 却只打到了任牙留下的一门残疑 还不等他反应过来 任牙就已经一记重角置轰面了 这样可怕的速度 这样恐怖的冲击 这哪里是人间的武术 任牙这小子连残象拳都学会 难道不考虑去隔壁的 七龙珠剧组灭裂菜吗 瞬间移动产生残影 用残象拳攻击敌人的 最强地表高中生 就问你怕是不怕 这跨越次元的一击 让相扑守炎却当场懵逼 这技能未免也有些太犯规了 任牙你真的不考虑去隔壁的 龙珠剧组灭裂菜吗 任牙也觉得自己突然开怪 有些不太的话 居然主动向炎却发出决斗邀请 既然你我的余力 都没有剩下多少 不如就用万利护鸥来一决胜负吧 任牙这话虽然说得委婉 可看他这一点轻松的模样 哪像是后劲不足 归根结底 也不过是为了给炎却的面子吧 这一点倒是和勇次郎非常相似 犯马任牙 你可真是太温热了 说话间 任牙已经摊开双手 向着炎却摆出了迎击架势 但对面的炎却并不满着 而是侧身攻步双手握拳 摆出了任牙的专属姿势 别那么惊讶 任牙只允许你模仿我 难道就不许我模仿你吗 你说靠万利分胜负的提议 我非常赞成 这也是我第一次我拳打人 还希望你不吝刺脚 话音落下的同时 炎却已经双脚发力近身挥拳 虽然这是炎却第一次挥拳打人 但这一拳的力量和速度 都已经超过了普通的职业拳手 寻常人被这一拳砸中 轻则脑震荡 重则脑出血 可就在炎却重拳命中的瞬间 任牙的一技躲勾拳 却后发先制 把抢先出手的炎却直接打光 刚才那一瞬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炎却挥动重拳直轰面 可就在拳头即将命中的前翼 任牙就已经一个侧身躲过攻击 接着左手上台突破防御 炎却还没看清发生了什么 就被任牙一拳命 这快如闪电的匿急 让炎却瞬间倒地失去意识 在全场观众伤扑海啸般的荒芙声中 这场战斗胜出五分 与此同时 休息室里的相扑会长 正在和队员们商量对付 六场决斗连败四场 整个相扑协会都在这一刻颜面扫地 但会长仍然不肯放弃 因为他挥下最强的相扑手 彭刚白鹏 现在还没有上台出战 从某种意义上说 白鹏就代表了现代相扑 只要他不倒下 相扑就不算彻底失败 而白鹏此战的对手 就是被称为相扑之神的二代素语 当古代相扑与现代相扑正面对局 究竟谁会更胜一筹呢 和之前的无规则格斗赛相比 这一场就是标准的相扑决斗 白鹏和素迷都高抬大姐 做着出战前的准备动作 白鹏高抬左脚踩踏地面 狂暴的冲击力贯穿会场 甚至连观众席都开始微微震战 真不愧是横钢白鹏 一脚踏出震慑全场 果然是威势惊人 就在众人感叹的时候 竞技场的另一侧也传来一声轰鸣 也见素迷高抬左脚很踏地面 煞时间空气轰鸣杀地震战 全场观众鸦雀无声 就连身在观战席上的几位格斗家 都对素迷这一脚的力量感到惊讶 就从登场气势而言 白鹏已经被面前的素迷彻底扭压 但他可不会轻易认输 真正的战斗现在才刚刚开始 徒手把石墨捏成钻石 将奥利巴打成五股激流的眼镜素迷 终于和横钢白鹏正面相云 身高一米九的白鹏站在素迷面前 还真就像个孩子似的 瞬间气势全无 素迷的眼中也难掩失望 平时他在想象中模拟的对手 都是比自己还要高大的相扑历史 眼前的横钢白鹏也未免有些太哀想 虽然在战斗之前 金龙山曾叮嘱过他 只要把战斗时间拖到三分钟后 他的胜算就会大幅增加 可素迷却表示 他会在一分钟内结束战斗 在裁判宣布战斗开始之后 双方都摆出了同样的相扑架势 片刻的对峙之后 还是白鹏率先发动攻击 一记耳光猛扇素迷牢领 紧接着一记肘肌命中咽吼 接着双臂环抱身体发力 素迷的后腰已经被白鹏死死扣住 在正规的相扑对决中 后腰被抓就意味着战斗结束 可素迷却一点都不在意 他只觉得自己左耳有点没事 捏着鼻子轻轻一吹 竟有几道血丝从左耳里喷了出来 接着素迷不紧不慢地伸出双手 直接如钢钩斑插进了白鹏的肌肉层面 巨大的疼痛感贯穿全身 观战众人更是被惊得瞪大双眼 素迷的双手居然透过肌肉屏障 直接抓住了白鹏的两侧肋骨 接着单手发力猛的一声 五股激柳再现江湖 一阵清脆的鼓猎声响彻全场 横钢白鹏的右侧肋骨吞噸崩崩 被称为相扑传奇的横钢白鹏 居然被野剑素迷一招秒杀 这可真是太丢脸了 观战席上鸦雀无声 就连相扑协会的一众高手 都在这一刻被吓得瞪大双眼 他们在相扑借墨爬滚打树时 也是头盔见到这么可怕的攻击手 还是要多谢野剑素迷手下流起 只勒断了白鹏一侧肋骨 如果真像奥利巴那样变成无补机灵 只怕他的后半生都要告别相扑 虽然已经身受重伤 但白鹏依然不肯认输 他强忍疼痛再次起身 即使口鼻喷醒 也要向素迷发起讨战 真不愧是横钢白鹏 你果然是个值得尊敬的对手 话音刚落 素迷就再次探出左手 如铁钢般穿透皮肉 抓住了白鹏的肩胛骨 单手发力 直接将白鹏撞硕的身体高高举起 素迷本身的力量 再加上白鹏四五百斤的铁 这一季过肩衰绝对力贯千军 更何况还是大头朝起 白鹏就算变成铁人也受不了 这场战斗胜负一分 素迷毫无悬念地轻松获胜 地下格斗场第一届相扑格斗赛 至此结束 相扑协会全军覆没 素迷终于了却心中夙愿 用实际行动 把所谓的现代相扑 摁在地上反复摩擦 可他心里还是觉得缺了什么 于是在战斗结束之后 他叫住了准备离场的德川老 德川先生 你应该认识食人魔吧 可否为我引荐一番了 素迷口中的食人魔 正是被称为地表最强生物的 犯马永次郎和野剑素迷正面相遇 究竟谁会更胜一筹呢 如果有一天 美国总统突然坐在你对面哭哭啼啼 你会是什么感觉 别人什么反应我不知道 反正我们的永次郎是真的快要睡着了 克拉普竞选冯统失败 就像个小姑娘一样跑来跟永次郎发牢骚 他再三强调这次选举就是一场骗局 全世界都被白灯那个老头给欺骗了 欺骗我也没什么 最重要的是他欺骗了你 永次郎先生 这绝对是对您人格尊严的践踏 宁可千万不能接受他的宣誓 川普这番话说的口沫横飞康慨激昂 但对面的永次郎却毫无动静 川普仔细一看才发现 对面的永次郎居然已经睡着了 川普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的牢骚居然还有催眠效果 虽然打扰别人休息很不理 但他还是忍不住上前试探 毕竟这是他争取总统位的最后机会 川普居然伸出食指 小心探查永次郎的鼻息 想看看他还是否有气 这胆子可真是太愤 与此同时 客房门外的新总统白灯正战的笔质 身为大漂亮国的最高领袖 他已经等不及要给永次郎宣誓效忠 如果得不到永次郎的认可 那么他之前竞选的所有努力 都会立刻烟消云散 说实话 老白灯现在还觉得自己是在做梦 堂堂一国总统 怎能像一个莽夫宣誓效忠 这可真是太荒谬 在无限的怀疑与谷剧中 白灯颤抖地探出右手指被敲门 可在他手指落下的前一门 面前的房门居然主动打开 特拉普究竟犯了什么错误 居然会被永次郎一通暴走 但其实永次郎也很懵逼 他当时正在睡觉 忽然就在睡梦中使用了被动技能寒意识 大概是这家 在我睡觉的时候擅自靠近 宣誓的事情就算了 你们两个现在就给我立刻滚蛋 这就是范马永次郎的实力 以一人之力震慑整个国家 就算米伯总统 也照样没排名 说话间 德川老头突然访问苏米 如果你现在对国内的某位大臣或官员部门 你会怎么做呢 宿米文言也是疑乱 他能怎么做 或许什么都不会做吧 德川老头对这个回答并不意外 毕竟这就是正常人该做的选择 但永次郎那个疯子 可是会不顾一切去找对方麻烦 无论对方是否有军队保护 安保措施有多门眼泪 永次郎都能毫无顾忌地强行突破 也见宿米自诩相扑之神闷 是否能做到这一点 宿米文言也是陷入沉思 如果拼尽全力吧 自己或许还是可以做到的 但说轻而易举那就太夸张了 德川老头也对宿米的回答非常难 既然你对自己的实力很有自信 我就安排你们见一面吧 当我想提醒你 对付永次郎这种程度的怪物 最好不要局限于比赛场 想打的话随时都可以擅自攻击 如果连出气不意都不能伤他分毫的话 上了擂台就绝对是自寻死 宿米文言也是一把捏碎了茶杯 多谢指教德川老头 那就让我去攻气不备吧 最强生物犯马永次郎眼中的事件 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就在刚才 神医红叶又一次被永次郎的体检报告吓到 永次郎的男性荷尔蒙数量 居然是正常人的十倍布置 而且这个十倍还是最低限度的保守估计 因为最新仪器的检测上限就是十倍 这么可怕的荷尔蒙数量 必然会让宿主眼中的世界发生变异 又或者说 在永次郎眼 万物众生皆雌性 不管你是老人也好 历史也好 只要落在永次郎眼 就是风格不同的雌性生物 这里就要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设 如果永次郎眼中万物皆雌性 那么他会不会对男人也暗生情愫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 还是48岁的冒险家乔维莲最有发言权 他曾攀爬珠峰挑战无氧灯 也曾乘坐热气球横穿整个太平洋 他不断用自己的生命挑战人类机械 为的就是唤醒自己的男性顺风 谁能想到身为顶级冒险家的他 居然有过一段堪称耻辱的古部经历 为了摆脱那场可怕的噩梦 他才会用自己的生命做堵住 一次又一次的挑战机械 而那场经历的根源 还要从被勇次郎强行成长开始说起 也就从那天开始 乔维莲才意识到自己身为雌性的可怕事实 于是在那场经历后的16年时间 他不断地踏上旅程挑战极限 就是为了唤醒体内的雄性力量 他只祈祷自己此生此事都能安慰 和那个可怕的男人永远不复相近 在乔维莲感慨人生的时候 勇次郎已经如约来到了地下竞技场 和相夫之神也见素弥正面相遇 不得不说勇次郎真是太恐怖 仅是那股射人的气势 就让面前的素弥冷汗直冒 争鸣 愤怒 凶暴 当这些可怕的词汇全部集中到一个人身上时 那个人就会成为恐怖的代名词 虽然勇次郎的身高只有一米几 但素弥心中却莫名生出了掩饰的感觉 片刻的对峙之后 素弥终于客气地伸出左手 向勇次郎做起了自我介绍 身为地表最强生物的饭马勇次郎 当然也听说过也见素弥的大脑 但作为战士而已 女的身体实在太胖了 话音未落 勇次郎就已经突然出手 一把捏住了素弥肥厚的大脑 接着单手发力一记扭摔 直接把几百斤的素弥砸向顶鱼 不过是个乳秀未干的小屁啊 居然敢向我发起挑战 真是太可笑了 得川老头 你以为把相铺之神找了 就能和我一蹶高下吗 你可真是太天真了 勇次郎放完狠话转身就走 连一个眼神都懒得留下 可素弥却高举右手 事宜这场战斗还没有结束 他翻身做起 再次向勇次郎发起挑战 气入宝山 那就绝不能空手而滚 还希望您不令刺脚 勇次郎文言也是来了兴趣 你这小鬼 居然是想和我正面交手吗 素弥文言也不回话 双手称地弹射而起 直接握拳攻身 摆出了专业的相铺姿势 你是想用相铺击败我吗 这可真是太愚蠢了 勇次郎话音未落 面前的素弥就已经突然发裂 一记重角直轰勇次郎胸口 真不愧是相铺之神也见素弥 你这小子果然有种 当相铺之神和地表最强正面相遇 究竟谁会更胜一筹呢 这场战斗既没有规则 也没有裁判 只在勇次郎踏入攻击范围的一瞬间 素弥就已经趁其不被发动攻击 勇次郎的身体被素弥一脚快飞 再快撞到围栏时双脚登墙 然后再轻飘飘地平稳落地 两人从交手到现在 勇次郎的双手全程插带 脸上表情无比淡定 而对面的素弥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 他不确定自己刚才的攻击是否作效 刚才那一脚命中的感觉 就好像踢到卫生纸一样 轻飘飘地根本无处着力 在素弥思考的同时 勇次郎已经悄然近身 你准备好接受反击了吗 也就是挨打的觉悟 话音未落 勇次郎就突然一拳轰出 素弥一张大脸都被打得凹陷下去 别的不说 就看这空气中一连串的阴暴特色 就知道这一拳的威力有多么可怕 素弥巨大的身体被勇次郎一拳轰飞 但他还并未放弃挣扎 双脚强撑 在地上掠出两道痕迹 一直退到围栏边缘才终于稳住身心 身为历史 在打人时就该做好挨打的觉悟 小肥仔 你也算不错了吗 面对勇次郎的温柔夸赞 素弥站在原地寸步未斗 脸上的表情都没有丝毫变化 原来他已经失去历史 被勇次郎的重击一拳打昏 勇次郎又看向一旁的德川老头 你这老家伙可真有意思 难道你以为把野剑素弥请出来 就能打赢我吗 这可真是太天真了 不过话说回来 被我打中一拳还能坚持站起 他身体真是相当罕见的强壮 等他醒了 去告诉他 如果他还敢发起挑战 我倒是愿意再陪他玩一玩 德川老头文言也是满脸欣慰 虽然嘴上说得严厉 但勇次郎 你可真是个温柔的奶 德川这话一出 却惹得勇次郎当场暴露 德川老头 你在说什么胡话 如果你还敢再多说一句 我现在就要和你强行逞逞 德川老头被瞬间吓了 勇次郎居然要对我这个老头的施暴 这可真是荣幸之志 但我的身体怕是撑不下来 毕竟咱俩的年龄相差实在太大 我如果成为任牙后妈的话 不知任牙又会是什么表情 不知过了多久 素弥终于从昏迷中苏醒过来 他现在的心情很复杂 虽然早知道未必能理 却没想到居然会被对方一拳秒杀 对身为力士的我来说 这可真是一生之指 德川老头 我有点想回山林了 一直到回家的路上 素弥的内心仍然无法恢复平静 可怕的勇次郎就好像一座大山 凡人永远无法将其超越 他就是不可战胜的存在 就在素弥感慨人生的时候 道路前方突然有人拦住去了 力士可不善伪装身形 素弥抬眼一扫 就知道面前这位 正是不久前与他交手的横钢白鹏 在竞技场被当场秒杀 这让白鹏的内心非常不熟 他今天专程来此 就是为了向素弥发起挑战 伤还没好就向我挑战 你这想法未免也有些太草率了 素弥的友好问候刚刚出口 白鹏就不讲武德的一拳打理 一拳不够再来一拳 双拳开轮对着面前的素弥 就是一通报仇 素弥也被面前的白鹏惹火 被勇次郎蹂躏就算了 连你的横钢都跑来欺负了 话音未落 素弥就已经闪电台子 一记中踢猛轰白鹏凶堡 这一击全力以赴 素弥没有丝毫保留 狂暴的尽力贯穿胸口 狼击不择食 居然说要和德川强行成长 可真把这个70岁老头吓得无情 没想到有生之年 他居然还有机会 成为任牙后妈的被选 这可真是太荣幸 于是从竞技场回来之后 德川就第一时间约见了饭马任牙 把这件事告诉他 任牙文言也是被吓了一跳 真没想到自己的慈父 居然是这种人 连老男人都不肯放过 我说德川 你会不会是听错 德川摇头苦笑 任牙 你要面对现实 永次郎确实说 要和我强行成长 范马永次郎的雄性和尔蒙指数 是正常男性的十倍不止 这到底代表什么呢 或许在永次郎言里 万物众生皆是雌性 德川老头在永次郎言里 也可能只是个老女人罢 任牙文言也是更不理解 这么可怕的一件事 为何你还能笑得这么开心 难道你是真的想给我当后妈妈 德川老头也是背弃的青筋爆条 你这小鬼在口出什么狂言 如果你继续胡言乱语 我现在就要和你强行成长 在德川老头和任牙深入交流的同时 范马家的大姐杰克已经回到中间 只是短短几月未解 杰克的身体居然迎来了二次发育 连脑袋都顶到天花板上 安检人员举着金属探测器仔细检查 却在扫到杰克的嘴边时发出警报 杰克很配合的脸还大股 露出了金光闪烁的一口口 我的老天爷 这家伙居然把牙齿全换成了金属制品 这是被本部老六打的不清了 不久之后 范马杰克就来到了德川府上 德川也是被眼前的杰克吓了一遍 只是短短几月没解 你怎么好像又长包啊 杰克自豪地表示 或许是我的范马之血觉醒吧 话虽如此说 但德川还是察觉面前的男人有些不对劲 杰克虽然长包了不少 但身体比例却非常奇怪 杰克无奈地表示 五颜身手术只能延长手脚 但改变不了身体长度 在米勃接受手术改造之后 杰克的身高又被拉长了足足两公分 达到了惊人的两米四三 除此之外 他还锻炼了最新的攻击手 这次回来 不管遇到范马刃牙还是本部老六 都能毫不费力地照单全受 杰克说着就张开大嘴 露出自己锋利的太和金狗牙 在经过无数次刻苦锻炼和手术改造后 杰克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 那就是咬 所以我将这门可怕的武学 命名为咬道 德川老头 你是否要考虑拜我为师呢 拜你为师 德川老头真的快被笑死 咬道靠咬人取胜嘛 这种打法听起来有点蠢 但杰克却并不在意 蠢不蠢地打一场不就知道了 德川老头 你能给我找个好对手 如此请求 德川当然求之不得 中犬八宫 养狗千日 用狗一时 接下来就轮到你出场了 范马杰克海外归来 除了接受手术改造身体 他还领悟了自己的最新奥运 咬道 在杰克看来 咬才是人类最强大的武器 如果让一个小孩去殴打壮汉 那就算壮汉不管什么 小孩也很难对其造成实质伤害 可如果换成咬的话 我想撑不到五分钟 壮汉就会忍不住举手投降 说话间杰克就把一枚硬币丢进嘴里 面无表情的随便嚼了几下 再吐出来时 坚固的硬币就已经被反复对折 这么可怕的咬合力 怕是连狮子都做不到了 虽然这种技巧看起来确实不足 但不知实战又会是何种景象 中犬八宫 养狗千日用狗一时 接下来就轮到你出场了 八宫是德川赤巨资买来的一只熬犬 凶神恶煞长得十分下感 他也是这世上唯一能捕杀老五的犬 其咬合力绝不亚于狮子狗龙之类的野外名兽 杰克 这个对手看起来如何 你有把握制服他吗 杰克面无表情的扫了脏熬意 在咬到大城的杰克眼里 面前的八宫已经变成了一块狗肉 连血管要害都被标记得明明白白 咬是一种超乎常理的特殊攻击 只要被我咬到 就必定会受伤流血 所以在我眼里 无论人类还是猛兽 都只是一堆鲜美的肥肉吧 杰克说着就盘膝坐下 和面前的八宫四目相对 在八宫回头反扑前就绕到身后 双臂环抱将八宫死死扣住 八宫也被杰克的骚操作当场吓了 他这辈子只听说过狗咬 哪里见过人咬狗 此时的杰克倒是一脸得意 德川老婆 你的爱犬已经被我制服了 颈椎动脉都在眼前 只要我一口咬下去 今晚咱们就能吃一顿狗肉 八宫也似是听懂了杰克的 双腿一软被吓得当场趴下 都说脏熬是堪鼻老虎的美顺 可看他现在浑身颤抖的目标 真像条路边捡来的可怜小骨 经此一战 德川终于认可了杰克的实力 从买下这条狗到现在 德川还是第一次看到八宫如此害怕 但杰克却对这场战斗并不明 无论什么样的造傲 归根结底也只是只看门狗吧 我追求的对手可不能是这种货子 在杰克欺负中全八宫的同时 我们的宿命正带着妹子在街上闲惯 自从那一晚的深入交流之后 两人的关系就已经更进一步 这样一对体态差异巨大的情侣走过街上 也引得路旁行人纷纷侧目 就在两人甜蜜约会的时候 德川老头的管家加纳秀突然出现 很抱歉打扰了您的约会 只因是出突然 有人点名向您发起挑战 明晚八点 请您前往地下竞技场与制宜战 听到有人主动挑战 宿命当然不会拒绝 他随时随地都能对我出手 就算偷袭也没有关系 不过现在是我和女友的约会时间 打架什么的 就先往后放一放吧